文克頓的畫地區使用這樣的項目 我們有這個提議講到這些使用的藝術家 他們是不喜歡這樣的重新畫區 我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發言的 如果你想要提供 想遞交你們的證詞的話 你可以在council.nyc.gov發進來 任何人想要作證的話、作證明的話 如果你還沒有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註冊 你現在可以進去council.nyc.gov 我們的法律顧問可以傳教我們的小組 好 我要先講一下 所有要註冊的人有提早登記的 可以成功地在這個webinar登記的 大家都有機會可以發出你們的證詞 如果你在這裡的話 請大家耐心等待 我們會讓你們發言的 這裡的項目會講到 Department City Planning 還有問題 沒有答案 還有Department City Planning Trugani是HPD Michael Sandler HPD Gonzalez-Consalo PCLA委員會 小組成員 請大家講出你們的名字 阿里加爾曼 Michael Sandler 阿里加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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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大家是不是都宣誓 還有保證你們所講的 完全屬實絕無虛言 在這裡提供給大家的 所講的聲明 是的 是的 多謝你 你們可以開始你們的演講 多謝 下午好 大家可不可以把這個網站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網站發上來? 多謝你 下午好 摩耶主席 還有理事會成員層 還有下級委員會工作人員 下一個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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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區 是曼哈頓 第二 華區 兩個高度的這樣的 這裡的 Rich 它有這裡富有的這樣的歷史 在這個國家來講 都是很有歷史感的 這裡的動態 是非常 蘇浩和諾浩和諾浩 在這個城市裡面 是屬於很強的零售業的一個區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生意都在那裡 下一個幻燈片 蘇浩和諾浩的這個鄰區的計劃 就是要肯定可以有花費得起的這樣的房屋給人家住 還有我們還擁有很強的這樣的文化 這樣的遺產 很高級的來說 蘇浩和諾浩的這個區 可以擴大我們的這樣的理念 有強勁的這樣的對話 全紐約州這裡 很多人面對到很多的這樣共同擁有的 紐約市居民的這樣的挑戰 現在我們要維護這個成長 這個是在共同的這樣的有益 還有要繼續LPC的這樣的監管 有強大的這樣的保護法律 在SOHO和諾浩這裡 要講到整個社區 和整個社區周圍 包括唐人街 這裡可以支持到我們公共的這樣的生活 有很久的這樣的藝術家 還有長久的這樣的文化 SOHO和諾浩這裡 下個幻燈片 麻煩你 這個計劃 是很多年的這樣的積累 我們要使整個區可以參與多些 在2017年的這樣的 在Gail Boro和Margaret Chang 理事會成員 他們呼籲這些部門 可以將不公平的這樣的滑區 將它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樣SOHO和諾浩 整個區的這樣的參與的智力 都是這個區的總裁 因為理事會成員和DCP 他們所作出的努力 最後一點 這個我們有很重要的這樣的一個基礎 下個幻燈片 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我們這個這樣的虛擬的參與的活動 SOHO和諾浩 是大大的受到約束 因為是很舊的這樣的話 它是1971年的 是為了很不同的SOHO和諾浩的紐約市 現在這個區不允許有新的這樣的房屋 不可以提供任何這樣可花費得起的這樣的房屋 還有呢 都受到這樣的公益的使用 那麼這個政體呢 都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因為呢 低收入的人呢 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 有些地方是沒有受到保護 根本就沒有空出來的房屋給人家住 那麼我們沒有足夠這樣的產能能力 可以讓他們可以居住 那麼我們現在的這樣的滑區呢 這個是共同的給藝術家的一個環境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些不是受到這樣的收入限制的 還有呢 長期來說 這裡的這樣的活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呢 要有公平的這樣的房屋 這裡可以產生很大的挑戰 因為這裡有很多這樣的限制的 除此之外 被定義為這個存在的這樣的滑區呢 他們不可以製造更加高的高度的樓 那麼呢 有好幾個例子 根據這個已經存在的M1 5A、5B的這樣的規例 這些提議呢 我們現在的提議呢 是想更改這些 下一個幻燈片 我想要說的 就是說重視的就是 SOHO、NOHO呢 缺乏了整個社區的 紐約市的這樣的房屋 看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可以描出這一點 事實上呢 NOHO、SOHO變成最富有的 紐約市的一個區 那麼40%的SOHO、NOHO 很多人呢 是賺了20萬的 家庭收入 還有呢 有些是六萬四的左右的 那麼SOHO、NOHO 很多人呢 它是屬於 只是33%的 被指出來現在 因為這個新冠病毒的 疫情的原因 我們都很努力 使用這個土地更改的方式 來提供給大家公平的 這樣的房屋 在SOHO、NOHO這個位置 我們相信呢 現在必須要設立我們的計劃 這個是我們長期的 對經濟有益的一點 我們要定義這個辦公室 零售業 這些啊 都是 可以提供更加多的工作給我們 這個提書呢 可以帶來 好幾十萬的 新的SOHO、NOHO居住的人口 這樣很多的 是可以 可花費得起的 居住的 這個是很 有意義的 因為呢 不會受到這樣的收入的限制 在SOHO、NOHO這個區 現在我要提供給我的同事 Cynthia Lee 她是一個這樣的專家 來的 對於這個提書 她可以跟大家 討論一下這些細節 多謝 我 下一個幻燈片 有更加多的細節 兩個行動呢 一起使用 可以允許房屋 可以強制 可花費得起的 特性 我們可以給很多的生意 很多的工作人員 可以在這裡上班 這樣呢 而且都是可以公平的 下一個幻燈片 好 第一是使用 總體來說呢 這裡呢 是一個這樣居住的滑區 意思就是說這個滑區呢 可以在SOHO、NOHO 這個是一個動態 它有動態的一個區 這樣可以被允許 我們所做到的 不會有改變的 關於已經存在的 共同居住的這個區 如果你是一個認證的 這樣的藝術家 你住在這裡 你可以繼續住在那裡 還有工作在那裡 就好像你已經一直在那裡居住 工作一樣 我需要指出來 這個提書 可以允許可花費得起的能力 那麼第一次呢 在NOHO、SOHO這裡 可花費得起 是必須是強制的 那麼遲些呢 我們QA都可以給大家問問題回答 那麼整個這樣的一套 這樣對這個社區的保護 都是很有用的 我們可以產生更加多的工作 譬如說辦公室、零售業 跟其他的混合使用 對這個社區都是很有益的 都是符合的 SOHO、NOHO這裡 它是對我們的零售業 都是對整個城市 和對這個區都是很重要的 這裡我可以重視一點 這裡的批准 它有審查 就是說超過了兩萬五千的平方呎 對這個當地的社區 講到當地的這樣的 很多的街面的使用 這個社區 我們相信有這些主席 可以幫我們做出這樣的審查 可以幫助整個社區的人居住 提供更加多的彈性 可以支持一個區有動態的經濟 除了滑區 我相信我們可以繼續 和其他的城市的部門 市部門一起討論 我們可以怎樣有更加好的戰略 和運輸方面 我們可以發揮當地的這樣優勢 可以解決這些擔憂 好,下一個環燈片 多謝 我們還有更加多的細節 是講到這個MIH MIH是曼哈頓的社區 是曼哈頓的包容性房屋 那麼在曼哈頓下東區這裡 我們要講到整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全國來說 我們都一直講的 要解決這個住屋的問題 我們需要差不多25%到30%的房屋 提供給那些收入限制的 永久性可以花費得起的房屋 那麼法律顧問都說 60%的AMI 只不過是一個平均數值來的 那麼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限制 那麼譬如說MIH的第一選擇 譬如說有三個人口的家庭 差不多就會是SOHO NOHO低於中等收入的人 那麼兩個這樣的標準MIH 可以提供給我們完全可以發揮的這一點 下一個環燈片 對於那些租現在的很強的已經存在的這樣的計劃 可以繼續是我們治理的 相關的這樣的法律是很拒大的 可以講到我們這些單位呢 就是說是一個穩定的這樣的 要講到 我還要講一下大多數的接近90%的人 它是防租管制的 根據HPD的這樣的標準 還有這個是歷史的這樣的標準 任何這些都是需要LPC的這樣的監督 是受到保護的 那麼除了這些HPD 我的那些同僚可以提供給大家更加多的這樣的問答 這個是整個華區的這樣的計劃 多謝 下一個環燈片 這樣講到這個JL去到BQA 就好像我之前所講的這個計劃呢 可以允許已經存在這樣的工作 可以直接支持SOHO、NOHO和周圍的這樣的藝術 我們知道這個是一個問題 對很多人來講 個人來講 住在那裡也是一個問題 包括那些藝術家 就是說在幾十年前 將整個華區轉變過來的一個文化 那麼我們加入這種努力 這個新的這樣說 他應該可以加強SOHO、NOHO的這樣的遺產 那麼可以允許到 就是說那些超過 不是只是給那些認證的藝術家 是包括他們和其他人的 那麼另外一個選擇 好像這個環燈片這裡寫出來的 就是說已經存在的BQA 可以繼續那些空間 可以遲些 可以支持到這些認證的藝術家 這些不會改變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就是 這些空間 這些空間可以把它轉變過來 這些空間 這個基本上是說 為了交換現在存在的BQA 那麼藝術的資金可以提供給公共的這些空間 那麼這裡我還想重視一點 我們的這個題書 不會移除他們已經存在的那些問題 還有這裡是法律上的所做出的保護 下一個環燈片 麻煩你 那麼這裡它可以做到什麼呢? 因為這裡可以支持他們SOHO、NOHO的 提供給他們更加多的工作的機會 對於這個社區 在這個SOHO、NOHO的這個區 那麼這個基金呢? 這個資金都可以提供 就是說財務上面的支持給藝術家 還有非營利機構 還有那些對於整個區的維護、保護 還有提高升級 對於藝術家的他們的辦公室的這樣的升級 所以我們很榮幸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題書SOHO、NOHO為了藝術家所做的 包括那些資金的這樣的分配 我們具體的可以做到就是 在這個華區以外 還有使用這個城市理事會 我們可以做到就是說 機會和行政的這樣的結構 下一個環燈片 麻煩你 最後一點 但是不是最不重要的 那麼我要講一下 對於這個已經存在的華區 它是有那些高度的問題 所以對於SOHO、NOHO 它限制了它新的開發的大樓 是有限制的 那麼這個題書 我們會講到SOHO、NOHO 它沒有允許到不同的這樣的高度 可以對我們做出這樣的保障 有粉色的和藍色的這裡 這裡是比較低一些的 它有很多歷史的這樣的大樓 這裡的密度是在黃色這裡 基本上是在這個區的外面 在Canel街和六大道包圍 都需要增加高度 和周圍的潛能都是匹對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圖表 是可以允許我們支持這個區有動態的 包括這個房屋的高度 一直這裡都是商業的開發 這樣我們很清楚的聽到 這個很大的 就是說可以得到更加多的這樣的居住 就是說這個商業的密度 是Canel街 還有最後一點我還想說 大多數超過了80%的住家的地方 這個是城市的歷史為止 是不會改變的 在歷史為止不會改變的 這樣我們相信這些情景下的這樣的滑區 是可以保護到租客的 是統一的 是可以支持到這個整個區的 可以給它增長 這個是公平的 對這個整個滑區 這個是一個素描 我們形容到這個 就是說新的大樓和已經存在的那些是匹林的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下個幻燈片 我結束說 要說之前 我就說 我們跟這麼多個這樣的政府部門一起合作 那麼有些成員 今天就在這個小組成員上面 多謝大家給我有機會這樣發現 很感謝你可以聽到我這個提議書 我很高興可以聽聽大家的意見 有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告訴我 多謝 多謝 還有兩個問題 我要說之前 我給我的同事之前 因為這個零售的原因 這裡有無限的零售的利益 因為大家為什麼覺得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SOHO的戰略呢 因為這裡有經濟的開發的戰略在裡面 多謝你 好 我相信我可以用兩部分來解釋 其中一點 我們有得到SOHO NOHO 一個經濟開發的觀念來講 有很強勁的零售業 這個全球性的這樣的目標 目的地 還有呢 對我們經濟是有很大的這樣的優勢 比如說工作 有很多人可以工作 他們可以報稅 那麼我可以還講一下 因為零售行業呢 特別是比較大的這樣的零售商店 他們提供了更大的這樣的移動性 給這些工作人員 那麼在SOHO NOHO那邊呢 就是他們已經存在的了 我們是認為呢 可以繼續給他們 可以請到更加多人工作 在SOHO NOHO 請到這個城市各種工人 那麼我們相信呢 他們是有很多擔憂 有很多關係到大的零售業 有些人呢 就是說社貨 裝貨啊這些 這樣呢 就是說 特別是晚上騷擾了那些居民 這些問題呢 和那些行人 或者是產生了這樣的衝突 那麼我們都知道這些可以解決的問題 還有我們得到更加多的檢查 還有DOT呢 運輸局呢 跟他們一起討論 怎樣可以大大小小的問題呢 都可以解決 我們要有這樣的戰略 可以減緩這些問題 但是 他這樣呢 在這個區 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另外一個就是 騷擾到大家的就是 不限制於大的零售業 就是說 譬如說這些問題 關乎到這樣的 有很多這樣的貨車 那我們相信呢 這個商業的這樣的廢物 都是要解決的 他們要將 譬如說那些 就是說放貨 這樣的 譬如說 要幾點 到了幾點 我們要減少這些這樣的影響 對於這個商業的性來講 好 商業和住宅 好 很多這樣的房屋的小組人 他說呢 你們 你只是增加了那些FAR 還有呢 你增加了商業的地方 他們是這樣說 因為呢 你要說是公平的房屋 為什麼你要增加那些商業的FAR呢 你不是要專注於可花費建的房屋嗎 我就回答這個問題 摩爾爾主席 我們知道呢 紐約市呢 他們理事會呢 他們有批准這一點 我們要增加這個商業的這樣的密度 因為我們相信是適當的這樣的分配 這樣才可以有更加多的這樣花費建的這樣的房屋 這個是一個很動態 很區有動態的一個經濟 但是這裡的這樣的住宅區的人呢 他們總是可以大樓高過那些商業的 所以我們相信呢 我們是為了房屋 有做我們的調整 根據 他們要叫我們呢 就是說繼續努力在這些方面 所以我們都有這樣做 但是講到這一點 我真是想要知道我們作為計劃者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區域的這樣的接觸 這樣可以有不同的多元化的這樣的辦公室 還有很廣闊的這樣的工作 這裡這些區呢 我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這裡的這樣的活性 我們相信這裡的活力是很驅大的 我們不想這裡失衡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們講到這裡房屋的這樣的危機 為什麼我們不想這裡有房屋的問題 我們相信有這裡的機會 這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這樣的房屋 為什麼呢 沒有機會呢 可以解決這個可快化氣的房屋的這樣的計劃呢 我可以問一下HPD 你們發言嗎? 好 我可以接觸這個問題 我可以接觸這個問題 多謝你Moya主席 我們總是講一下 有很多這樣的私有這樣的 MIH 我們可以提供更加多的 我們可以潛在 我就是想說 我們是超龜塔 我們不要有問題 我們可以解決這幾乎 我們在努力的部分 我們可以解決什麼 我們可以解決這裡 孤每個人 所以我們想再深一層地明白 我們到底在哪裏可以有一個MIH以外的合理的低收入房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沒有可能和MIH 不是這樣的意思 開始重新再分區 所以我們討論的時候和房東有討論最近又開了另外一次的會議 我們有建議有任何的線索 我們很仔細地告訴他們 我們和他們合作的能力其實很誠實、很公平地可以這麼說 他們想知道我們重新再分區的後果是什麼 他們才會採取行動 我們主要是為了10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不允許 所以沒有任何這些房東願意走在MIH的範圍以外 所以是不是不答應呢? 所以所有的談話都是沒有談在MIH以外 目前我們沒有 好 麻煩你 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 你們重新再計劃的理由 Canal街的北邊和Canal街的南面 你有提到 但是是不是可以進一步細節告訴我們 好 多謝你的問題 至我所明白 這個應該是探討 這個是Canal街的北邊的這個範圍 我想呢 我們主要的目標就是重新 再為M15A、5B這個地區 和Canal街的北邊 這個就是界線 所以想再更新 其實這些政府建議有什麼投資 這個是社區的計劃 而不是說重新再分割、分隔呢? 我想大家注意 這個是我們社區的很獨特的一個計劃 重新再刮分地區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社區 有好的交通、地籍、房籍都非常好 都不是一個由外面和上城受苦受難的這些社區 在過去幾十年的經驗 因為這樣我們其實沒有以同樣的眼光 對待其他的地區 所以這些我們想擴大這些房屋的選擇 我們主要是想為這兩個社區有特定性的幫助 我覺得不需要其他社區所需要的這些基建的要求 我們有幾個問題 有很多問題 問到說民鐵不開餐館 這方面在SOHO 他們在紐約市最多人走的街、地區 我想知道政府在SOHO開餐館這方面是什麽意見呢? 這個是好的問題 我想跟我們的建議 所以有很多時候 在這些大廈的下端下城 我們覺得需要這個循環的要求 都是應該可惜 有很多地方適合這些餐館的 適合這些SOHO 有很多地方其實可以適合餐館業的 我們並不是說想將它們趕盡實主 今天所見到這些西八路會那裡 有很多行人路都比較闊一些 有很多人現在都在利用這個機會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地區再分割 是需要WQA 找到SOHO、NOHO這兩個地區 利用了很多工業的大廈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變成很貴的有錢人的住處 很多年前John Bon Jovi這個人 賣了他的公寓4千萬 所以我們想確認我們不是給一些特別有錢的人 一些免疫例外 如何盡所能可以利用這些有工作的地點 麻煩你了 當然這個是很複雜的問題 但是我想特別指出 在過去到底合法使用 慢慢進展 包括包容 很多不同種類的居民 當然有很多音樂家 有用他們的地址 有很多人都是灰色地界 但是我們的建議就是要 就糾正這麼多的繁雜的情況 不是 繼續給這些美術家、藝術家用他們的住處 同時辦起一個藝術的基金 有很多不是藝術家他們想賣 他們可以為社區做貢獻 把這些錢放入這些藝術的基金 這樣對社區有貢獻 這叫做非常重要 我亦都明白這些法律在最近提議 希望提議這個新的法律 我們的市委員提議更加的監製、監管這個社區 至於我們所明白 我們知道這個委員會的會員的意思 但是我們覺得執行的力度 令我們更加清楚看到我們這個困難和問題 到底哪個人負責去監管 然後面對的懲罰是什麼呢? 就好像所有的這些分區的新的提議 這個樓宇局是他們基本上來執行這個法條 如果這個重新再規劃的計劃批准了 那會有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門 如果你現在問的是這個所謂的藝術家 和ELA一起合作 到底這個藝術基金需要多少錢 革命運動或者這個工程 和電視系統上來執行 和劉宇局合作 將這個改建執行 當然有很多程序是分隔的意外 所以樓宇局今天沒有代表 他們沒有在今天的這個小組裡 但是我們有跟樓宇局有很深入的討論 我們也很高興、很樂意跟他們再繼續相認 如果是這樣會很好 好 麻煩你 基本上我就是這麼多問題了 然後接著給我的同事 Chin 議員 麻煩你 可以 現在可以 所以我想說 你所問的問題想補充的問題 的確我有提議新的法律 這個罰款 提高你的罰款 目前這個罰款最多都是一千二百五十元 而現在你說的現在人人都在這幾百萬幾百萬的賣屋 所以我們提到這個所謂的藝術基金 現在的情況 罰款太少了 沒有執行的力度 我想呢 我想這些罰款應該是一萬五千元以上 希望呢 可以停止他們這個轉手買賣 我們想保留 J.A.W.Q.A. 為我們的藝術家保留 這個非常重要 我的問題是說呢 我想問 D.C.P.D.C.P. D.C.P. 你現在說的這個轉換轉換 為什麼你不要 為什麼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藝術家的定義擴大呢 有沒有想想把藝術家的定義擴大 而只是限制於住宅 多謝你這樣的問題 D.C.P.D.C.P. 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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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會去負面的影響我們的藝術家 我覺得我們的提議已經顧慮到這一點了 你都知道這些很多藝術家 他們可以繼續逗留在那裡 有很多丹門的舊的大廈 BQA轉成住宅大廈 那些有很多住宅單位的增加 我們知道 所以這是社區他們所需要的 不是JLQA而是新的住宅單位 雖然他們說這些是所謂的住宅屋 但是我們有法律可以找到更加不同背景的人可以住入 所以我想另外一個要考慮的 我們的目標 NOHO、SOHO的目標 主要是要提供使用 給更多使用的機會 有某些空間給某些藝術家 當然和我們的大的目標可能有五一致 但是我們有更多的這些藝術和美術的精金 那麼HPD有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仔細地告訴我們 HPD的關於全新的分割 告訴周圍的居民 以及跟他們聯絡呢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如何去通知和聯絡 我們剛剛開始討論 和屋主和住客討論的時候 我們希望他們討論需要什麼這些工具 我們也都向房東去問他們的調查 我們也都跟這些房東有會見 跟他們的建築商開會 根據他們的預測的這個重新再計劃 他們下一步要如何處理 我們都有跟他們開會 這些工程需要很多年的工程 現在只是剛剛開始的計劃 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跟他們繼續聯絡 在MIH以外希望他們跟我們合作 在MIH以外做得更多 雖然在這個社區HPD的合夥人 資源小組我們有去敲門 還有我們去有很多租金穩定單位的住客 租客我們都有去跟他們聯絡 我們有13個大廈都去找人 敲門跟他們聯絡 10月份那個時候就逐家逐末去敲門 去跟他們聯絡 還有我們用了市政府的免費的這些法律系統 告訴他們聽是怎樣跟我們可以有聯絡 還有市政府也都有連續性的廣告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希望做更多的聯絡 更大的合夥人 我們知道那些小的房東呢? 比如說有一些小的房東、小的屋主 他們有沒有市政府幫助他們保留他們的大廈 當然我們跟他們有對話 我們無論是新的大樓或者是保留、舊樓 我想我們是有很多空間可以改進更加做更多 但是現在想不到一個具體的例子 但是我想出來我會告訴你 我想這個是我們第二階段跟他們更加的聯絡 大家早安 我知道是想發言 我想盡量可以簡短的 多謝主席問這些這麼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想首先我們希望這個工程為我們製造更多可以負擔得起的住屋 允許任何商業大廈要經過這個所謂重新再適應的重新再使用呢? 我們如何去控制這個適當的重新再使用呢? 好 我想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呢 這些是很重要提出的很重要的問題 和商業的FAR 我想最重要就是平衡點在哪裡? 我們的計劃的目標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住屋單位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現在呢 我是很希望和你們繼續活合作 回答你的擔心 我想我想我們有空間可以給議員有靈活的空間 我們是願意和你們合作的 當然我們會繼續跟蹤這件事 其實發展商 他們要放入多少些資源去SOHO、NOHO 放入這個基金 其實NOHO、SOHO 因為那個地產地段比較高 錢比較高 其實我們的要求他們這個貢獻基金 是不是應該要提高這個要求的金額呢? 所以目前我們所預測的 無論他們給了些什麼 我想這個社區 我們現在的結構 就是每一年去一呎 一千元零七十 所以我們收到的費用數 二十多萬 所以我想這個比HPD去創作更多的 這個可以負擔起的住屋 其實百分之百的MIH的大廈 也沒有提供這些費用 我們到目前為止收到的是四千八百萬的費用 為了法律的問題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去改 根據不同地段收的這些費用的高低 這個是全市的一個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其實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我明白 我們有一些關於住客的保護 現在住在這個可負擔的住屋 我的同事也有提到這一點 市政府提議 怎樣提高這些保護呢? 市和州的法律 如何去避免將住客驅趕 他們原來住的地區 我們有小組、資源小組 和我們的市議員緊密的聯絡 希望有更好的保護 希望有更好的保護 我們最近我們去和這個可負擔起的住屋 特別是 聯絡 所以 真的很失望 對LPC這個聽證 什麼叫做APC的這個 我想知道 多謝你 對這個問題 LPC 他們一直去 他們知道 他們有計劃 他們在SOHO 提供了這些訊息 還有有新幾個篇章 關於EIS的重新畫區 85%的這個研究區域 是一個地標的畫區 我們繼續在這個畫區裡面 意思就是說 很多這樣的開發 都會受到LPC的審查 很多這個地方的這樣的計劃 都是得到這個城市的這樣的計劃的限制 因為這裡已經存在這樣的法律 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可以證明到這樣的修改 我們在面前的這樣的提書 考慮到已經存在的這樣的畫區 關乎到這樣的這樣的校準 他們覺得這個是絕對是這樣的問題 歷史性的這樣的恢復這個城市是會改變的 我們知道這個改變和已經存在的這樣的建築物 都是共存的 就好像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開始這個計劃要講到這一點 這個是重點 我要講一下這個租客的這樣的報復 給你更加多的機會 就是說不可以騷擾到他們 這個事件已經延長了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工具來的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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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求你可以看一下 有適當的討論一下這個 你所做的這樣的工作 你有機會可以改進這樣的提書 我們可以繼續有這樣的誠意的對話 跟這些代表 好像包里那些這樣的代表 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社區 他們有建設性的這樣的 即是未來這樣的反饋 這些是我們所做到的 之後我還想跟更加多這樣的合作夥伴討論這一點 因為這個是文化的一方面 多謝你 我們會聽到大家這樣的聽證 我要講的就是 很感謝大家 跟我們花時間 多謝你Rivera女士 有沒有任何這樣的法律顧問要講的 暫時沒問題 好 現在沒有更加多問題 這個小組可以讚來 多謝大家今天的今天的這樣的正辭 法律顧問 你可以再去下一個小組 好 第一個小組會包括Rister Marte Deborah Glick Benjamin Wessler 和Mahendon總裁Gail Boorer 好 我們現在由Glick開始 這個是區的總裁 還有Martin先生 多謝 現在開始 Glick那邊 很高興 很高興 可以見到你 很榮幸 可以見到你 我想暫時一下 因為我們要開始重新設定那個時鐘 我 我有多少時間不可以擁有 不要緊 我們會給你更加多的時間 我多謝你 給我這個機會 在你面前去討論 這些社區 Soho Noho 這些社區 就是我一直是代表三十幾年的時間 那 我有很廣闊的這樣的 書面的這樣的正辭 但是我總結一下 這些社區 這個是在這些社區的中心地代 所以不是幾分鐘可以講完了 但是這個呢 改變 就是可以增加更加多的 可以花費得起的這樣的房屋 即使已經有一部分 就是在這個重新華區裡面 現在是加倍了 現在是限制了一萬的 零售業的這樣的空間 這個已經加了倍了 對零售業來說 是非常多的 M.I.H.呢 我沒有講 但是呢 M.I.H.呢 這個已經是 就是說 加劇了這樣的 這樣的 位置 加劇了這樣的 投機性 投機性就會 致使到很多人流離 失所在的市場的居民 我現在很擔憂 這裡是完全錯誤的 這些區呢 只是有錢人 就是說 很多那些 中等收入的人 根本是花費不起的 這樣呢 有很多這樣的房地產 就是說 擁有房地產的人 已經 納入了這裡 就是說 很多人 只不過是很普通的那些 紐約居民 所以 防租這樣的投機 是保護不到這些藝術家的 這個很大的一個漏洞 就是 就是 那些 有權利可以把那些大樓 拆毀 即使那裡邊是有人住 啊 時間已經到 好 對不起 我們議員 這個提議書 其實呢 是 產生了風險 防租的 這樣的 就是說 租房的那些居民 那給藝術家 就是 他們不可以 住在 就是說 住宅區的那些地方 因為他們所使用的那些材料 去創造他們的藝術 是 假設性的 就是說 房屋的這樣的 這個提議書呢 是說 他是住宅區 他們說呢 他們沒有什麼WQA 切面了 但是呢 這裡有一點點的隱藏的問題 這裡說 認證的這樣的藝術家 認證的藝術家 很少人是有認證的 所以呢 他們停止了這些藝術家的保護 他們停止了認證那些藝術家 那麼這些規定呢 是很明顯 有些人呢 住在那裡 是可以得到認證的這個問題 那麼 這裡沒有很清楚的說 好啊 是不是房東可以住在那裡 還是租客在那裡 是有真正的那些文件 這裡根本沒有定義 是他們的立法 所以呢 這裡可以將很多人呢 是有被驅逐的風險 那麼我現在很快的跳進來講幾下 那麼這個計劃 他們說這個可花廢得起的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呢 是幾萬 好幾萬的這樣的 豪華的公寓 他們說這個地方 這個不是城市的 擁有的 但是呢 哈瑋街 是一個聯邦控制的這樣的停車場 那麼城市呢 什麼都沒有做到 去跟聯邦政府去討論一下 我們可以得到百分之八的 這樣可花廢得起的 在這個地點的住屋 那麼呢 這個社區委員會 他們呢 是盡量去跟他們討論 我是希望呢 Ria議員就說到 我們跟他們討論 NYU一直都是想擴張 所以我想要最後講一下 這裡的這樣的高度 可以找到它的高度呢 是遠遠超過 你從來都沒有說到那些高度 那麼這裡呢 在很多個角落頭 就是說 是滑區的 就是說雙林的那些區呢 面對到這些 就是說壓力的 唐人街 東村 East Village 這些呢 只會是家劇 周圍的那些社區的居民 那麼我認為呢 這裡呢 是更加多元化 我們需要更加多元化 更加多的這樣的 可花費得起的房屋 但是呢 我可以支持的 某一方面呢 就是呢 要有房屋管制的 是受到保護的 這個計劃呢 只不過是給了很多個 慢的那些 花費得起的那些 有錢人 可以居住 這樣呢 這個削弱了 削弱了這個社區的重要性 這個是完全是跟他們是相對性的 因為呢 他們都不能告訴你 有什麼人呢 可以有資格得到 因為呢 這些藝術家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錢的人呢 譬如說 可以有藝術的這樣的計劃 其實呢 很多人都不能跟你討論的 所以呢 我是反對這個這樣的計劃的 特別是 是最不流行的一種做法 所以 我自己很記得的 所以我感謝 你們的時間 但是呢 好像我說的 這裡有很長的一個書面的文件 我是勸你們 和你們工作人員好好看一下 我多謝你們給我這麼多時間 好 多謝 多謝我們會看一下 你所說的 所寫的 現在這個證詞呢 我現在給另外一位人士 Summerl Park 時間開始計算 多謝你 主席 我很高興見到你的同僚 和我的同僚 在這裡這麼重要的一個聽證 我簡單的說一下 我已經遞交了我的這樣的一個證詞 但是我需要告訴你主席 在九月份那時候 在之前的一個九月份 我簽了一個這樣的文件 我們說呢 我們希望這個委員會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 就是說這個題證書 可以產生一個更加廣闊的這樣的協議 但是呢 現在還沒發生這樣的一回事 我就去 我就看一下九月份 這個計劃呢 沒有真正的可以解決 可花費得起的房屋 因為有一個混合的這樣的大樓 可以 就是說超過了可以允許的FAR 比如說兩萬五千呎 這個要求到可花費得起的房屋 是不是 亂架屋 這個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因為這個賣點呢 中心就是說給這個社區 但是它沒有提供更加多的 可以花費得起的房屋 就好像我的同僚 我相信你們 第二點呢 儘管這個計劃 有很多地方都要拆毀 房屋這樣的監管 很多藝術家 他們會有被驅逐的風險 因為我們真的要考慮到已經在那裡的那些人 我是擔憂呢 是JOWQA的那些人 都會面對過一些騷擾的 時間已經過了 他們會被人家騷擾 他們被趕出他們住的地方 第三點呢 這個很廣闊的這樣的滑區 或者是沒有前例的 這個紐約斯這個政府 就是轉移這些責任 這個歷史的這樣的保護 就是為了去 你們這樣還會去驅趕那些這樣的租客 就是逼 所以房屋方面的 就是說這些都是我們很重要的擔憂的 LBC要繼續 一直繼續就是說要保留 如果LBC繼續允許這種問題的話 長期來說我們是保護不到這個區的 最後一點就是四點 就是說我是繼續要反對這些計劃 因為大型的電 超過了1萬平方斜的 將會使整個區那些人的生活 新計會受到影響的 這些是很諷刺性的 同時他們也影響到小的商業 所以在這些區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維持到 就是說要有新的這樣的機制 但是它已經是有這樣的 SOHO NOHO的計劃 我是希望下級委員會 你們是反對這個計劃 你現在提議的這個我要反對 還有我很感謝大家 多謝你的考慮 多謝你的證詞 我現在把它轉到Kristoffer Marte OK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多謝你主席 還有我的名字叫Kristoffer Marte 我是這個當選的議員 是這個SOHO NOHO的這樣的上華區 我們是反對的 因為唐人街這個地方 在SOHO NOHO是受到攻擊的 因為這個製造業 和這個商業 這個許可書 今天SOHO和NOHO 是完全混合使用的 是真正的這樣的 這個流離失所 你看一下 我們可以肯定的 在這個重新華區的地方 是現在的當地的這樣的使用 我們要支持這些小的商業 還有隱入那些情景下的 這樣的可發展得起的房屋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費用 會將他們這樣流離失所 QWA的這樣的公寓 變成第二類 還有將會使那些小的商業 推出去 只是那些有大型的商店進來 這樣對這個區 歷史的建築物都是影響的 有新的漏洞 我知道 你只是帶來更多的豪華的公寓 所以說 這裡的房屋的小組 還有Cooker Square社區 還有Cooker Square社區 還有Lower East Side社區 都是反對的 我們這些組織去反對 SOHO和NOHO的提議書 大家都知道 SOHO和NOHO的居民都知道 這個重新華區不是答案 我是勸大家投反對票 SOHO和NOHO的唐人街 這些機會 我們都是反對的 大家完全的投反對票 多謝 多謝 對這個重新華區 我們是投反對票 好 多謝你今天這樣的證詞 我們下一個這樣的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是Benjamin Wetzler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Hello 下一個好 我的名字叫Ben Wetzler 我是一個民主代表 是支持這個申請表 在2018年奧巴馬 一直有這個可發生得起的房屋 要增加這個聯間屋 我們提議就是要減少一些障礙 因為有很多這樣的舊的計劃 是過了期的 是過時的 所以現在人口密度 就是說增加了很多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改變的 這樣改變 SOHO都好 四年之後 有這些總裁所選的 就好像我以前 這個是長期的計劃 這個整個區 自然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高的優先 我們要說 現在要花好幾十億的這樣的錢 作出這個這樣的重新華區 這個是最富有的一個區 這個是我們當地的這樣的申請 我要說一下 這個委員會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太容易說 紐約是一個可以進階性的這樣的一個地點 華盛頓 為什麼沒有餐 不是亂的 屋是一個理論 可以可行 要解決這個密度的問題 有很多沒有必要的這樣的障礙 我希望你們可以討論一下這個申請條 多謝你的證詞 有沒有其他的這樣 小組看看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新的問題的話 好 小組現在可以讚你 好 下一個小組是Stephanie Wong Boof Janine Keely 和Anita Brake 第一個發現 這個小組是Wong 然後是CarterBoof Anthony Wong 對不起 好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好 OK 好高興可以見到大家 我是Anthony Wong 是第二社區委員董事局的 前幾年 我一直在泊街那裡 在台人街 但是呢 一月份 這個城市 關乎到這個程序 有一次我已經說過被組織員聽 他們可以討論一下這個台人街的這個社區 他有這個研討會是有幫助唯一一個參與的人就是我媽媽 因為我只是因為我鼓勵他去因為他是台人街 這個外園是很骯髒的 說到這個外園 他們有不同的這樣的大樓 包括去了我的柏文在十月份 之後呢 他們有說反騷擾的什麼什麼 但是呢這些材料只是英文的 那在我的建築裡面呢 有很多人都是講中文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寫什麼 關乎到這個重新華區的這個位置呢 這個是商業化 那麼如果住宅的那些是不可以滿足的話 那麼受益人呢 只是FAR增高了 只是那些物業業主就得利而已 那麼這個另外一個人 有好幾個大樓就是 如果房屋是不可以提供給他們 他們就可以有多些空間作為零售 所以聯架屋必須強制的 好 時間已經到 好 多謝 多謝你今天的證詞 下一位發言人呢 下一位就是Janine Kili Ka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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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Sohonoho的建議集團 那麼我想講一下好幾個 好幾點東西 對這個合法性 對居民的合法性 那麼JWQ的這個居住的房屋 那麼DCP呢 就是說交付給你這個 我們要講 我們有些人是不符合的 這樣的就會受到懲罰的了 第二點呢 JWQ這樣製造的這一部分 他們可以將這些問題傳給那些家庭 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這樣的合法 沒有任何人 DCP 這些所代表的這些大樓 是覺得這些是可行的WQA 給這些居住的那些地方 很明顯這些是沒有實的 那麼這裡區別是很大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住宅的大樓 所以沒有真正陳述到那些co-op 那麼很多人不可以做出決定 有些人關乎到個別的這樣的單位 那麼它可以逼那些單位 是非自願的將它轉變過來 那麼第三點 JWQ想要將它變成 由這些變成這樣的住宅的 那麼沒有這些藝術的資金 它們是發展不到什麼的 這個是世界知名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關鍵的這些因素 時間已經到了 沒有解決到這些這樣的問題 今天所說的 我們需要更加多的考慮 對整個計劃 這個是根本上是不可寒的 下一位發現的 Kili和Milgram 好,我是Janine Kelly 我是這個社區董事局2 我們投60對1 反對SOHO 6號這個計劃 我們遵住了6個這樣的問題 最重要一點就是這個計劃 不可以做到聯交屋的目標 就好像Levin說的 太多的上滑區 太少的這樣的住宅 譬如說要很多人流離失所 因為你要拆位那些屋 那第二點呢 它根本做不到混合使用的這樣的住宅 因為超過一半都是商業的 有很多零售業 是不是 這個是Tribeca和Hudson Square 這個滑區是遠遠超過了那些空間 第三點,不可以得到JWQ的滑區 因為這個社區那些大樓太高 還有需要很多這樣的工作 這個松心滑區是削弱了這個整個區 還有兩個地方 它不可以減滿任何不利的因素 在EIS裡面 這個是欺詐性的 是欺騙那些住民的 因為呢 有百分之二十五 四百六十五個可花費的聯交 保證的,任何你聽到的那些全部都是不到的 所以呢 請不要欺騙我們 所以我覺得呢 有百分之四十三的這樣的住宅 將會見出來 所以呢 投反對票 多謝你不會允許他們這樣的 多謝你的證詞 下一位發言人 時間開始計算了 正音了 你可不可以聽到我說 我現在可以聽到 我現在開始了嗎? 多謝大家 下一位好 我一名叫Aitha Brand 我是終身的一個居民 在Noho這裡的居民 我也是社區董事局的SOHO Noho這裡的 為什麼我們投反對票呢? 對於這個市長的計劃呢? 這個計劃是根據不正確的 這樣的斷定 所以這裡會併入很多的這樣的 不符合的住宅的監管 這個最終的結果就是 會拆毀很多的大樓和流離失所 這個計劃不可以保證任何的聯家屋 還有不可以適當的寫出目標 這些都是為了很少一部分的業主 為他們得到更多的錢 這些會摧毀當地的Noho SOHO區的那些平民 所以這裡會削弱那些地標法 所以很多人都是為了那些企業的高樓而建 那麼這裡的問題呢 事實上是減少聯家屋而已 所以事實上這個計劃部分的唐人街 東SOHO這個名字 只不過是將更加多的建築 大樓拆毀 所以這些都是長期來說 本來可以受到寶座的那些住宅的居民 是得不到可花費得起的房屋 所以這裡是你們的流動 所以請家人我們 第二城市董事局 我們是反對的 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們要投反對票 多謝 多謝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 小組的發言人 好 這個小組 多謝 好 這裡沒問題吧 這個小組 這個小組的人可以撤離 下一個小組 Brandon Cheney 還有Cordelia 第一個發言人是Ben Prusky 之後是Morris Geert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了 多謝 多謝 紐約市理事會今天開始這個這樣的反座 我是代表New York Institute 我們是為了這個私有的這樣的行業 是有更加公平的這樣的紐約市 我們是支持這個SOHO NOHO的這樣的計劃 這個所提議的出來的 是主要的一個步驟 可以比紐約市更加 擁有更加多的公平的這樣的住房 前幾年這些計劃 主要是建出來的 是很大的 是邊緣一些的 在區的外面建起來的 我們需要更加忠心的 是可以選擇 我們這也是中的一個規格 讓不同的地方 在區的外面建起來的 提供更多可負擔起的住屋 因為住屋應該是優先於辦公室的 SOHO和NOHO都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共用的地區 現在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可負擔起的住屋 我們很有信心這些歷史大廈也會受到保護 一個建築業非常美滿的社區 讓大家有更多可以接觸到這樣的建築物 不單止是這樣的 而是為所有的人 我很強烈建議投票贊成 好 時間到了 下一位 時間現在開始 Brandon Cheney 下一位 發言 Brandon Cheney 是我的姓名 我是這個小組的主席 我們大力支持這樣的計劃 NOHO SOHO的計劃 提供給大家 去年七萬多的無家可歸 這個是全國分架最嚴重的第四位的社區 社區為合夥人 是我們的組織 90partners 各種組織的這個小組 SOHO NOHO的這個社區 現在沒有一個所謂的收入限制 可負擔起的單位 那麽不單止為我們提供可負擔起的單位 而且為我們社區 提供很多工作單位 還有4,600萬的這個收入 還有減少我們無家可歸的情況 那麽希望有一件事 希望將FAR降低為第二 現在很多都是辦公室 將它改成為二 這樣不單止還可以有更多的可負擔起的單位 而且可以有商業的單位都可以運作 現在多謝你今天的證言Brandon 謝謝 下一個發言是Moses Gates 然後Cornelia 先 麻煩你Moses Gates 小時候的新聞 我是地區房屋小組主席 我重新再計劃 為我們的社區可負擔起的房屋 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因為這裡有很多工作 但是因為沒有太過分佈性的社區 有很多人支持這個計劃 我們希望通過MIH更加盡力的提倡 可負擔起的住屋 那我希望有一個建議 如果這個重新再計劃 如果反對這個社區都仍然是變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唯一的選擇就是 這個社區會改變成什麼的社區的方向 70年都已經很多重新再規劃 這個剛剛好是重新再規劃地區域的以外 在Sullivan街 Sullivan街 和Spring街的南邊 六大道四百多平方尺的單家庭住宅 是幾年前才剛開掘 現在是幾百萬 為什麼這些交通這麼方便 99點、100點 是不是將Soho變成了 越來越給有錢人住的地方呢? OK,謝謝 謝謝Moses你的證言 時間開始了 Cornelia Persons Nohobc的主席組織 SOHO histó好 vielleicht 建議小組 我最初是深度地參與這個計劃 大家都知道現在重新再計劃 有很多問題 雖然除原生再評估 有很多自從上一次重新再計劃的這些規條 東一條西一條 零星的聘合 我們需要一個一貫性的一致性的這樣的計劃 這些有很多例外的批准只是對有錢人 有能力的人有利益 只要他們是按照我們大廈的零售 當然零售是有權力限制 他們有十幾萬的平方呎 這樣對我們的大廈根本不合理 我們都說零售是不停的改變 現在這個新冠肺炎更加突出這樣的情況 我們很希望可以保留我們社區的特點 我們很擔心這些所提議的提高地段重新規劃計劃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成長 鼓勵更加的住家 他們也希望將這個高低的限制 但是不要將這個社區的特點改變 我覺得我們可以完成這個計劃 以及將這個社區向前推進一大步 謝謝 下一個發表 Angelina Martinez 是我們是Rio Taking Over的小組組長 Andrew Berman King Meduka Ben Moskowitz Wayne Cohen Andrew Berman 是下一位發言 我們是Village的保存 維保維保 現在SOHO NO 和唐人街重新再規劃 有很多訪話 還有給這個市長的這些開發商的朋友 他們將它假扮成為一個更加提供更多的 可負擔起的這個單位 有很多很多的使命 希望反對投反掉票 怎麽有可能要支撐這樣的計劃 他們計劃一千萬平方錢 允許大型的零售 NYU的學生住處 和100%的Cando 和出租和沒有可負擔的負擔 怎麽有可能給他們這麽多的流動 尤其是影響到這些亞洲人 年長者和藝術家這個計劃 允許他們建造現在所允許的兩倍本以上的範圍 請你們投反對票 這個今天的提議計劃 一平方呎一千元 如果你不把那個可負擔起的罰款 所以有很多地方他們兩千元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願意去用這個貢獻給基金的這個方法 好 麻煩了 下一位發言者 記問10時 之後就Sand Maskewitz 時間現在開始了 聽到嗎 聽到 麻煩了 Kate McClentax 代表 Village Preservation 發言 這個計劃的訪畫 這個計劃的訪畫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計劃 是將原來的情況保留 他們不願意改現在的重新再計劃 這個計劃其實主要是給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去剷除這些可負擔起的住宅單位 允許大公司帶零售商進來做生意 我們覺得應該有更加真正的改變 而不是說允許更多的零售 而不是說沒有住宅的這些藝術家 應該有更多的藝術院 而不是說給私人的NYU擴建 我們覺得這個市政府所希望的 將這個地段上升的重新規劃 只是為這個市長的朋友得到利益 請你們加入我們的社區 做一個重新的真正的改區 一個公平的改區 正義的改區 而我們反對現在的建議和計劃 下一位發表者 Sam Moskowitz 然後Andrea Goldman 現在開始 Sam Moskowitz是他的姓名 我現在為Village Preservation 代表這個計劃的方法 令到這個社區更加有包容性和可負擔起 但是這些都是方法 我覺得這個計劃如果執行 可能會毀燒了我們這個社區 根本沒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可 所以雖然現在這個計劃說70%是正常的單位 而25%到30%是可負擔起的單位 我覺得這樣的計劃如果繼續下去 他仍然會是給一些有錢的人 戰敗這個地方 這些新的發展 他們一個月希望要給大約1萬7千塊的 平均1萬7千塊的這樣的租金 所以我們覺得他們比現在社區的70% 75%以上的這些人更有錢 這個所謂的30-35%的可負擔起的單位 要給的租金比現在的25%要給的租金更加高 所以現在如果你們投票的意思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贊成投反對票 因為這樣等於他們支持 讓更有錢更有資源的人進來住 Tom Fogman 大家午安 Andrea Goldman為我紐約Lenmark地標保護會 我們同意這個目標 好幾個會議前來反映我們的住處和商業 我們也都是支持這些可負擔起的單位 但是我們和其他的同事一樣 Norho 所學有一個特別的特點 應該是將他們保留下來 我們也都反對現在的這個提議計劃 重新再規劃 這個規劃發示了這個歷史 這個社區沒有公園和小零售店 有很多零售店可以吸引這些 這個社區應該有一個平衡可以保護我們的資源 原來DCP說 LCP的重新再規劃 重新再反映他們自己這個重新計劃 扮演的角色 到底真正可以提供多少可負擔起的住處 希望我們也都是建議小組再次再次提供議會員 這個是你們有機會 應該要有一個更加仔細更加仔細的建議 請來聽我們建議提出的提議 希望我們有更加好的計劃可以保護 Norho和SOHO 這個是我們房屋地標保護協會的意見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叫William Thomas、Karlow和Seigel先生發表 William Thomas是下一個發表者 現在時間開始 Will Thomas的姓名 我現在支持 重新再公開紐約一個獨立的組織 我們支持這個重新再規劃 任何人想住在這裡都可以住在這裡 我想提供一些事實 現在紐約市民 在這裡面對50、60、70這樣的租金的上升 自從帶越來越多的無家可歸的人 很多很多人需要這個可以負擔起的住屋 自從60年有很多非法的這些單位 令到租金加升 市場 Norho、SOHO 希望將每個月每日租金上升的 希望我們可以阻止將這個情況可以改變 我們希望有更多可以走路的街道 這個計劃當然不是完美 有很多危險、風險 變了太多的商業單位 但是當然市政府應該支持MIH的建議 和第二地區 令到大家可以更加的融合這個社區 有很多人反對 但是SOHO是非常富裕的一個地區 所以我希望市委看到這個計劃的好處 對社區的好處 希望可以通過這個提議的法條 謝謝你 安康德納爾 時間開始了 你好 安康德納爾 我現在贊成這個計劃 重新再規劃的計劃 因為這樣有機會可以重新提供 成千、成千的這些可負擔的這個計劃 住屋 這麼多人 有很多紐約市的人 希望我們市區更加公平 希望可以提供成千上萬的居民這個住處 因為很多年這些地區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為所有的紐約市民來服務 不是只是說少數人 超過一百年 Vanderbilt和Astro是這個市區最有錢的人 他們用他們的錢 他們用他們的權力 將他們阻止了那時候的大廈的社區的發展 今天這些社區是多了成千上萬的可負擔的這些社區 不要給這些有錢的人重新再規劃 紐約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移民的州 我自己都是移民 當我們來這裡 當初我們來的時候 就算是沒有錢的移民都可以負擔起這些住屋 我說我們有一個神像 女自由神像在我們的碼頭上 我希望你考慮到底誰是支持我們的歷史和價值觀 請大家支持這個重新再計劃的計劃 將紐約向全世界所有的人來公開 Douglas Hanna 下一位 Douglas Hanna 這次的居民養了兩個女兒 這個重新再規劃 是紐約的將來不是過去 如果沒有Soho Noho重新再分隔 那以後的進轉就等於我的女兒 所以同齡的小孩以後就不會有地方在樓裡有市住了 這些有錢人擁有這麼貴的房屋 越來越有錢 價值越來越上升 但是好像我的小孩 年輕人沒有住可住 我們必須要通過這個重新再計劃 以及各種各樣的重新再規劃 現在的紐約市就是遲鬧 我們沒有可負擔起的 沒有足夠和沒有建造可負擔起的這些大廈 我們沒有辦法應對這個氣候變遷 沒有辦法針對這個不平等 沒有辦法去 現在這次年輕人都沒有在這裡 每一天他們在華盛頓抗議 所以這次的戰略是老人和年輕人的一個鬥爭 所以請大家支持我們的年輕人 因為他們在這裡沒有足夠的代表 因為希望年輕人、老人、有錢人、沒有錢人 大家都住在一起 請大家 請你們支持這次的重新再計劃 謝謝你的證人 下一個證人、最後一個發言者 Edward Segal 好,時間現在開始了 好,時間現在開始了 Eddie是我聲明 我住在重新再分隔的兩條街這麼遠 我建議你們 我強力支持你們通過投贊同票 當然有兩件事 我覺得這樣的計劃可以製造成千上萬的 可負擔起的這個住宅單位 我們這麼密集的這個市 這個城市 我覺得這個工程 很多步的其中一被RCA必須要做 要確定我們提供 越來越多的可負擔起的住宅 多謝你的時間 希望你支持這次的重新再地段規劃的計劃 市區委員會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叫下一個可以安排下一個發言發表他的意見 現在時間開始 謝謝 John Moyer和小組Marco Chin Hereda Rivera 很多謝你們開這個會 Know How 這個組織 我們的組織已經有十年的律師 我們很感謝Valveris對這個過程的貢獻 我們的成員是住處生意小小商人 我覺得我們支持新的重新規劃 而且這樣的計劃應該是可以為我們創造更多可負擔起的住屋 我們必須要執行 我們應該將歷史的社區更加有更多好的保護 一個有歷史性的大廈 我們希望看到新的建築有藝術的參與 也很期望這些錢可以分配給這些藝術組織 我覺得這個計劃應該更加慢下來 更加仔細的思考 我覺得有很多矛盾 很難達到它的原來的目的 我們要求有一個表現的標準 提議要有一個表現的標準 這些商業的這些大小 社區如果超過25,000平科尺 希望是要得到社區的評估 我們可以再給你幾秒鐘說完 還有我們要求住客的保護 我們也支持Cooper Square的居民保護 好 下一個演講者 發言者 Mark Dykus 然後Sean Sweeney 時間現在開始了 五安主席和小組的成員 Broadway Initiative 發言我是組織的主席 我們一直提倡我們社區的長期成功率 當然這個董事會也借用了我們的建議 某一些建議 但是在之前可能有一個分歧 我們大多數的成員反對這樣的建議 但是我們商業的通常都是 成員都支持這個計劃 首先我們有一個推薦 將JWQA 我們堅定的相信 我們堅信這個可以有共同的合規 所以下一個這樣的唱義就是這個題書必須有效的 要有這樣的藝術、文化這些 我們要有這樣的規例 有不同的整個程序 整個社區和社區的支持 第三個和這個城市有這個生活標準的問題 可以解決垃圾、燈光和這些公共的用地 我們也有這樣的政策 最終我們堅信 住在一個聯架屋裡面 必須是一個這樣的 不可以將人流離失所 所以感謝大家這樣的時間 我希望所有這樣的居民都可以有好的住屋 好 下一個發言人是Sean Sweeney 之後是Pete Davis 好 時間現在開始 我是Sean Sweeney Isoho Alliance 這個1991年的創辦的 我們最主要是講到這個地標的這樣的畫區 我們一直都是這個藝術家的這樣的協會的支持者 一直都很成功的 我相信 但是我想要告訴大家 我自己在1977年搬到去Soho 我當時是Brukeland 我是Brukeland 搬到去99 Prince Guy Moya主席 Moya主席 我相信我在99號的Prince Guy工作 這裏的烤心樂的地面 我現在給你多些時間講 我知道了 感謝你 好 好 這個是我的那個地方 是的 你繼續講 對不起 對不起 所以我搬到去這裏 我都是那裏 Dontine Independent的總裁 我是出來的 我反對的 我是23%的這樣叫 整個星期這樣 我在那個小組裏面 主要的目標就是 損去更多的使用 包括這樣 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被忽視 唯一想要增加的這裏 零售業的就是 NYU 我們不想來SOHO 即使Broadway的那些物業業主都不想進來 之後有這個疫情 這個程序就死亡 然後9個月時間 很多個月 由Jimmy Walker開始 那誰是支持這些人 那誰是支持這些人 這個不是這個區的這樣的計劃 都是浪費了很多時間的 Ben Brad 和Margaret Chan 你為了此處 不是為了聯架屋 大家都知道這裡有很多的勞動 是嗎 時間到 那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你先生 好 多謝你這麼多這樣的證詞 下一個發現 這個小組成員 Pete Davis 時間現在開始 好 多謝我 我是Pete Davis 41年 住在這裏 SOHO 租了管制的穩定的 這是老人家來的 公民 市長的這個計劃是不可行的 這個是一個魯莽的計劃 我希望大家投反對票 我們可以做得很多 繼續這個 我所說的 還有給這些社區 2019年我是服務這裏的 代表Broadway的居民聯盟會 這裏的主要目標就是 各種非符合的零售業 但是這個城市的計劃就是 這個疫情的 它是沒有真正的提供到幫助 沒有很多的風險給零售業 這樣法律顧問就是想像出這些很不顧平民的 一個不可想像的這樣的計劃 這裏是很多缺乏確實性的 根本沒有這樣的聯家屋 這裏呢 房地產這個城市的這樣的 新的FAR的這樣的秀儀 超過了九百萬的平方斤 超過了三個Empire State Building HPD沒有做任何的外援 新的這樣的業主沒有去註冊這些房屋 不可以提供租約的延長 這些全部都是猜想 這些提議書根本不是真正為了平民的 我們好像做到更加多 多謝 這裏沒有其他的 這樣的理事會成員的問題了 我們下一個要叫的就是Anthony 之後就是John Chan Shina Chan 我們開始之前我想說一下 我需要Live in 理事會成員 等一下跟我們討論一下 首先Anthony Borelli說一下 時間到 時間開始 我是Anthony Borelli 我是這些物業的部門的 我是來這裏參與這個廳政 作為這個房地產的公司 我操作了這裏的兩個停車場 一個是Nafia和Grey Jones 另外一個是74那裏 基本上這些物業發展管理 243個的柏民大樓 在Hudson 那裏頭 Houston和Luck 這個是停車場來的 對其他的這樣的居民 這個租金 這裏是這樣的發展 一個是88多個 352個這樣的單元 另外一個是241西白街 這裏是有30%的人 我們和這些建築師一起討論 概念性的開發 都是這些位置 多數是這些重新劃區的地方 我有這些架構 包括公共的房屋 這裏還有房租的大樓 零售業 我們可以做到210個單元 差不多是48到55個 低於市場的建築 我們的模式 還有納菲爾街 現在時間到 我們可以達到248個單元 我要說快地說 就是原來這樣的提議的FAR 是現在更多些 因為有修改MAH 可以確認聯架屋 任何這樣的項目 都是可以做到的 這樣可以給這樣的房屋 可以做到為公眾服務 多謝 好 下一個發言人是Dan Miller 之後就是John Sanchez 現在時間開始 我是Dan Miller 我想說一下這個重新劃區 在我自己的職能 據聞這裡說到很多港度 是SOHO這個區 還有這個重新劃區 但是我們真正的要去注重這個城市 因為這個房屋是整個城市的問題 但是整個城市都要面對一個這樣的房屋 我會考慮我自己起碼要搬去布林 但是我們會看一下皇后區 即使是Mahattan 即使是SOHO 如果我可以花費得起 因為很多人 房屋是整個城市的問題 事實就是我們沒有使用 足夠的新的房屋 即是說城市所需要的 足夠多的房屋 所以我們不是建造那些什麼聯架屋 大家都知道這個 如果是建造那些房屋 會在哪裡建造呢? 很明顯的問題就是 為了有錢的人 關係好的 好像SOHO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 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要建造很多這樣的房屋 如果我們在這裡都不可以建造的話 我們可以去哪裡呢? 我們是不是基本上 就是把所有這樣的房屋 搬到外郡呢? 周圍的地方呢? 對於中產階級 我們可以住在這裡嗎? 是不是 還是要建造多些這樣的房屋 是為了紐約市呢? 這個才是重點 是 多謝 多謝你 下一個發言是John Sanchez 之後是Shina Chan 時間開始計算 下午好 我叫John Sanchez 我是有位 Bruns Community Sanchez 的成員 大家可以聽到我嗎? 我們可以聽到你 Sanchez先生 下午好 我是John Sanchez 我是Bruns Community Board 6的這個 這個 我要講一下 這裡是高密度的 這個呢? 我是贊同 因為呢 其他區呢 這個是 整個紐約市 一個地方有問題 其他地方都有問題 好幾萬的人呢 都是住在那些庇護所裡面 四千個小孩子、小女孩 住在那個車裡面 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城市 限制了這個學校 多少人可以住在這個城市呢? 他說 我們不可以找他 更加多房屋做出來 因為在1961年就開始了 紐約市不應該是這樣的 在Souho 就說他有更加高的這樣的工資 就說 或者是 你要幸運才去到那裡 沒有任何紐約市 包括Souho 可以得到紐約市的這樣的 大多數人可以住的 我們需要關斷 這個Souho的這樣的問題 我們要有更加多的 這樣的穩定的房屋 那麼 全世界各地 很多人就說 全個國家 很多人來這裡 可以得到 就是說機會的這樣的基石 這樣 找機會 紐約不應該這樣 去將它們 貧氣 不應該這樣 作出這樣的分離 那麼Souho 是說 我們可以為這個區做到些什麼 不只是第六的這個 社區董事局 請你們投贊堂 好 下一個發言人 在這個小組裡面 是Sinacan 好 時間現在開始 多謝大家 給我機會這樣可以作證 我們叫Sinacan 我這裡是高級的 這樣的一個分析師 這個CHPC 我們是非營利的一個機構 要改進這些 這樣的紐約市 這樣居住的政策 感謝所有人 他們很努力的 為了這個程序 做的舉動 我知道很多人不滿意 這個我們面前的這個計劃 但是呢 這個新的這樣的計劃 可以滿足所有人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最終可行的 這個就是紐約市要分離 或者是講這個種族的歧視 這個社區是好像 我們作為一個城市 是很明顯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可以為每一個紐約市的人 可以提供這樣的居住 還有呢 為了這個社區 這個城市的 我所選的這樣的領袖 即使是很有力的 這樣 這裡有很多這樣的反對 譬如說要講到 這個學院 我聽到這樣的 這些反對的人 他說這個區就會變得不好 很多人就說 會變得不開心 所以好都好 其實已經 JZ和John 以前就在這裡 我看到有些反對者 就是說 有些人 在這個社區 操縱了這些 人口統計 和數據 所以這裡呢 這裡削弱了 整個社區 這裡幾十年來都是種族歧視的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們請求法律顧問 要看一下這裡很多人 就是說 擁擠 所以失車的問題 所以你要創造 所以這裡的這樣的反對 希望你們可以考慮到 千萬不要失去我們這個城市的優勢 多謝 多謝你 這個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好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Rally先生 代表Edison的這個 多謝你去作證 我想看到的就是 HPD 有沒有能力去創造更多的聯架單元 還有這個AMI 你有沒有任何的計劃可以做到 我可以說我們有這些計劃 但是我們有跟HPD的人討論 他們說這些計劃 在他們的這些條件的講到 我們有這些資料 他說他們應該要有這些可以得到的 給我們得到的這些 這些 住宅的這些計劃 那 要講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未可以說 我們要怎樣去融資這些計劃 HPD一直都幫到我們 就是說可以獲得的都提供了給我們 這個都是可以適當的使用的 多謝你 多謝你作證 做證明 我會傳叫下一個小組 是David Herman Valerie De La Rosa Donna Raffery Effrey Parent 第一個是David Herman 之後是Valerie De La Rosa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我有沒有David Herman 我跳過去Valerie De La Rosa 我們繼續Valerie De La Rosa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多謝你 我去解除這個整音 下午好Moya主席 以及下級委員會 成員我的名字是Valerie De La Rosa 我今天跟大家說 是因為作為一個這樣的 墨西哥美國人 第二學社區的 我在這裡畢業了 在CUNY John Jay畢業的經濟學 這個提出的這樣的書 這個提書 是絕對不可以滿足我們這個社區的 希望你可以考慮以下的這樣的數據 去2021年的那些數據 蘇浩呢 紀錄就是最高的這樣的零售業 在2021年 最大的這樣的交易 包括在英國的 是Valerie De La Rosa 在Green街 和一個Franche Panera公司 在加州的這樣的可樂公司 三個這樣的主要地點都是 是Valerie De La Rosa 所謂的唯一就是增加的 百分之十三點三的 幻比的這樣的紀錄 還有增加到的 就是說很多的這樣平方尺的價位 在1、2、3的Green街 這樣呢 庫存是保持不變的 這樣呢 它簡介紹了這裡 在鼓勵到更加多 激勵到更加多的 大的商業 但是沒有幫到那些小的商業 都不可以幫到那些 就是說這個住宅區的那些居民 這個社區呢 這個社區呢 這個生活的質量呢 都是受到影響的 我要給你三個這樣的指導的 這麼一個原則 SOHO NOHO 這個計劃呢 是要幫助到這個社區的這樣的活力 活力呢 應該是說 大家的生活 居民的生活是變得更加好 第二點 具體時間到 是有更加多的這樣的 可以得到激勵 三個這樣的計劃 我強大的鼓勵大家 可以投反對 好 現在回到David Herman OK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大家可以聽到我嗎 是 我可以聽到你 我的名字叫David Herman 我是代表 這個城市的這個計劃呢 是根據三點 第一 三千五百個這樣的單位房屋 第二呢 這個開發商問題 住宅的 就是商業 產生了問題 你不可以提供這樣的聯架屋 有一千萬的建築 這麼小的地方 這樣重新畫區 這個是產生了很大的這樣的後果 但不可以只是相信我們 你自己看一下這裡的這樣的紀錄 還有後果 看一下其他的這樣的重新畫區 好像之前這樣 大家進去的就開始 拼了那個 那個 那個 銀幣 真的 賭博 百分之零的這樣的正確 就在 蘇浩隔離 你可以計算一下有多少這樣的商業的 就是在East Harlem East New York 還有 Dantown Brooklyn 還有East Village 一直都是 預計都是錯誤的 這個城市呢 會估計到這個數目 這個 不可以作為忽視這個數據 因為可以傷害到很多很多人的 請你們投反對票 多謝 多謝你David 現在我們要傳叫Dana Referee 和Harrick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多謝你給我機會 我要說的 我是反對這個計劃 包括了三行 今天我參與 是一個長期的這個居民 SOHO一直是我的後院 七幾年、八幾年 我在Tabekka 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去看一下很多這樣的危狼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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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看下這個所有願景的 還有這個區 增加了很多這樣的房屋 在這裏 那麽呢 擴張了這個零售業 那麽小的那些呢 是小於一千 請投反對票 因為我們和這個社區 是真正的 要做到大家所需要的 謝謝 那麽的社區 多謝 下一位 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人 Steve Harris 好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我們聽不到 對不起 我以為我是沒有正音的 好嗎 我重新撤字那個表 好 我是Harris Cooper Square社區的 我打擾了我的這個正詞 那麽這裏呢 我們所建議的就是這個城市的計畫 這個城市的委員會 我請求城市理事會成員 是投反對票 首先呢 就是說 要減少這個FAR 這個比例呢 就是說5.0 就是說在SOHO 5號 是完全的不合那些比例的 我們相信呢 R10變成R9A 就是說我們 太高的 就是說 不可以是 就是 比這個高 在Broadway Lafia Canal街 將R9變成R8 就是9.7 變成R8A 就是7.2 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就是少一些平方尺的 在Lafia街 是Canel街 是Canel街 是West Broadway 和S6F 另外一個改變呢 就是FAR FAR 你剛剛說的就是 是城市計畫的 SOHO和NOHO 還是太高 所以應該是5.0的 這裏的差異性 你要選擇這個 下一個 這個 另外一個這樣的提議書 差不多600個低收入的 現在的這個提議書呢 就是Hotel的發展 就是Hotel的發展 這個城市還可以有800 900 如果需要多些這樣的 時間到 我有個建議 我遲些可以提交 書面的大家進來 我請求大家 重心考慮一下這些問題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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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見其他的 這樣的法律顧問成員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傳叫下一個小組 多謝 我見到你點頭 好 我叫下一個小組來,下一個小組是 Obstin David Porton、Derry Dan Salis 第一個小組成員是 現在開始時間 你可以聽到我嗎? 我們可以聽到你 好啊 Hello,我是Obstin Salistin 我是這個設計律師 這裡我們一個組是完全不合比例 這個商業機率是太高了 這個計劃的現狀來說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需要通過 因為SO一直是創造的那些 就是說聯架屋都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很可恥的 因為有900個聯架屋 已經過了很久了 有700個這樣 很多可以花費得起的房子都已經沒有 如果你再做出來 很多人平時就指出MIH 一直未做到 就是明顯地說 這個是固定的MIH 這個是很高機會的一個區 明顯的就是頭 這個區域的地方 是三個地方裡面的一個是屬於地標的 但是呢 在Broadway這裡 這個地區 我們應該有這個重新華區 這個減少這個尺寸大小 這樣呢 這個是 將這個 房屋的問題要解決 我們盡量要多些這樣的房屋 幫助整個紐約市 最後一點呢 我想說一下 這個是錯誤的這樣 我們不可以兩樣東西都可以做到 這樣呢 以分發 給住客這些資源 給他們可以在原來的地方養老 希望 我覺得如果你們反對這個提議 可能會造成一場災難 下一位Danny Salas發言 現在開始 多謝這個委員會成員聽我的發言 David Borden 我23歲 下城的居民 我離開他們所提議的 這個重新再規劃的地域 兩三條街這麼遠的邊界 我強力支持這個建議 這個是一個非常富裕 和交通方便的地區 可以找去一些LYU 那些地方 給大家可以在這裡 可以有一個 找到一個生活 可以希望找去我和我的朋友 希望以後他們搬走之後 可以讓我們入住 希望紐約市通過這個計畫 更加有包容性 但是多數 我雖然有一個很溫暖 和對我很大支持的家庭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每一個家庭 我想說 最後我想說 我是同性戀 和很自豪 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 但是想到其他的窮人 和同性戀人 都沒有我這樣的資源 尤其是下城 他們很希望可以搬到去紐約市 搬到紐約市 搬到紐約 他們會更加安全 如果沒有機會給以後的人 有機會居住 那是不合理的 那希望你們支持這個提議 下一位 Denis Salas 然後是Sunny 五安 我住在這裡的居民 贊成這個提議 重新再規劃地域 有很多人要求 一個公平的公正的 這個要求已經太久太久了 紐約市是全美國最隔離的社區 一個民主黨所代表的地區 為移民提供住屋 會擊敗對他們的障礙 支持這個計劃 這個 我們應該可以證明 如果我們進行 應該可以證明我們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必須提供更多的住屋 請你們記住我們的請求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Sunny英最後一位代表 發言 五安Sunny是我的姓名 我住在布布林 我在SOHO工作過去五年 我支持SOHO NOHO這個計劃 重新再規劃 很難在紐約市找到這個住的地方 每幾年都要搬屋 NOHO SOHO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為一個白人的住區 最有好的交通的網絡 有關唐人街 和第二項地區 他們不真誠的 用我們亞洲人做他們的旗子 如果你要反對NOHO SOHO 請你不要用這個旗子 亞洲美國人 你根本都不是真正關心 調查 你不應該反對這樣的計劃 當然有很多地區 其實那裡有很多可以負擔起的市多 而我們真是關心 和人街重新再振興 應該是同意這個提議的 OK 這個是最後一個小組 下一個小組 Lannell Stevens Marian Erisman 和Genevee Penton 第一個發言者 發言者是Harrera 我為了社區保護小組 發言 我覺得這個計劃的不完美的地方 到底是否 他們說會包括很多很負擔的住屋 這個計劃根本沒有要求規定提供任何可負擔起的住處 現在已經有一個大廈 完全沒有可負擔起的住宅單位 每一個區 他們可以允許25,000平方呎 和NYU的住處 每一個重新再規劃的地點 每一個重新再規劃的地點 他們說要建這個很可負擔起的住屋 他們可以允許他們不去建這些這樣的屋 有各種各樣的後路 這個是一個說謊 還有不誠實的意見 他們怎麼可能說因為這些好處而不會去做呢? 他們用這個假的擔保 我們希望市政府不要幫助這些謊言和假的計劃 好,謝謝 Leno Stevens Marianne Ellisman 我代表Village保護Village的小組 市政府一直以來這個計劃對於可負擔起住屋的影響 2019年他們有些所謂的法律是阻止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們經過市政府聽 給他們找到一些後路 2019年這個可負擔起住屋的重改 現在,無論他們的住屋的大廈是怎樣 DCP說謊言 他們說 很少單位,很少這些可負擔的單位 90%大廈 有一半是少見了50% 也都是CBC的規定 百分之一百的這些 中國城的這個重新再計劃 是少於他們的計劃 那有好些大廈呢 但是合法可以重新再改建的 但是根據我們所提供的文件 他們找去拆屋 意思就是說 這些歷史的大廈 或者都不會安全 所以不要相信他們的這個訪話 MaryAnna Ariston 我代表Village Preservation 發言 又開始 他們告訴我們這個過程 是找方法 重新再保留Soho和Noho有的特點 其實這個計劃看起來 是設計劃去摧毀這些這樣的計劃 這些所限制的空間 可能會為這些畫廊 造成很大的限制 如果這個計劃實行 就等於將現在現住在這些地方的藝術家 驅趕出夏城和Soho都好 所以我們都是反對這個計劃 找到更大的酒店 會將我們的社區的這個藝術氣氛 下降 他們會大的這些公司和零售 會替代了這個原來我們的特點 而他們為我們這些 包括你們這個計劃 沒有說給新的藝術家 他們的住處有任何的計劃 這個重新再規劃 不遵守 尊敬這些社區的特有的藝術家的特點 我希望你們強力反對 因為將這裡的藝術特質摧毀 謝謝 Genevee Penton 好 現在可以開始了 Genevee Penton是我的姓名 我代表Village 保護Village小組 我覺得 這個對亞洲人和唐人街負面的影響 這個重新再計劃 完全沒有去唐人街的居民有任何的參與 而且你們這個重新再計劃 牽連到唐人街的好幾條街 我覺得唐人街有很高的低收入的居民 我希望有很多亞洲人 亞洲美國人 將這個地方重新再向上規劃 那市政府仍然到現在都不承認這個是重新再劃區 大多數這些 這個180 Center街 和美國、中國博物館都包括在這個地方 和那個廟的大廈 所以這個是一個仿華 下一位 Christopher Good Andy Seng Berkewitz 和Michelle Christopher Andy 發言 現在開始了 對 對不起 7、8年搬來SOHO 當初我自己 過去20年 我擁有自己的房子 五個女兒 PS130 學校 我是一個探望鄰居組織的長時間成員 今天我來到這裡 我支持這個重新再規劃 因為 提供這些 這個唐人街的這件事 我想發表我的意見 拉利亞和Gran街 其實已經是有錢人搬進去 成千上億的這些賣道 四個酒店重新在那裡再建成 將這個地方改建成為很貴的辦公室 19年不單止他們加強了這個住客的組織 新的在這些地方的發展 雖然在過去20年 他們沒有拆任何一個租金限制的大廈 你們主要是方便幾個空的地方 以及沒有盡用到的一些大廈 會受到影響 這個唐人街是 不要相信他們所說的這些 他們當時千萬不要相信這個反對100% 重新再規劃 請你們贊同今次的這個重新再規劃 地段的計劃 我的名字是Andy 我支持No Ho Soho的重新再規劃 因為市政府 我的紐約市政府需要更多的 可負擔起的住宅單位 這個 因為很少個空的房 所以我們這些房的房子 每天上升 這個房子 唯一的解決方法 就是 建立更多更多的單位 不僅僅這個社區 而是我覺得 整個 整個 整個美國都應該建造更多更多的房屋 我希望是有改進 我覺得 我們將這個商業和辦公室的密集性把它降低 提供更多住宅單位 我們現在所短缺的是住宅 而不是商業 所以答案是很清楚 建造更多的住屋 所以我用我的亞洲美國人 重新再規劃 他們其實這些重新再規劃 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唐人街 是這些有錢的發展商 其實我們不需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要求白人和這些物業的擁有者 將他們的訪話負責 不要用我們用旗子做你們的旗子 我覺得我們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些可負擔起的這些住屋 不要讓給我們做他們的工作 所以答案是很清楚的 應該建造更多的住屋 謝謝 下一個是KC Berkowitz 然後是Michelle Kupersman 現在開始 麻煩你給我一個機會作證 我知道這個電話的很多人 可能沒有辦法現場參加 雖然聽證會是用Zoom 但是其實並不是很能夠足夠代表紐約市的 這麼多的居民 抽空在這裡作證 希望你這次的決定 希望你更加廣泛的 包括更廣復面的這些代表 當然你或者不會覺得驚奇我贊成這樣的重新制規劃 這個社區第二學社區 當然是一個比較有錢比較白的一個社區 因為他們所製造的可負擔的房屋 是遠遠低於他們應該達到的數目 所以其實過去十幾二十年 我們不只得不到更多的可負擔器的房屋單位 反而更加減少了 但是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要將這個FAR 就是說這個商業和住宅的比例 如果我們想要改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FAR應該更加合理合法 我想你或者會聽其他人的意見 麻煩你聽我的意見 現在 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Michelle Cooper Smith Michelle Cooper Smith的聲明 我在這裡住居民 1890年我在紐約第一代人 我父親在公寓裡和他們的父母同住一個公寓 他們希望可以住一個美國的美夢 當然我決定盡快搬回來 我現在住在夏東城 我家裡的私家屋是紐約市的很多住客的一樣的故事 有很多市政府 現在在SOHO建屋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人十幾年前 很多年前就住在那裡 我們希望NOHO、SOHO重新再分歸 因為十幾二十年都沒有這樣做了 然後又需要更多的可負擔起的住屋 希望規定他們MIH這些級別的房屋 好好考慮商業和住宅類型的 他們昨天剛剛有十幾萬的學生 他們沒有一個穩定性的住處 GCP你或者聽到我的名字很多次 對不起剛剛我沒有辦法作證 因為我的工作 希望你將更加考慮書面的作證言 更方便需要工作的要作證的人 好,謝謝你 如果沒有問題 就叫下一個小組發言人 Gene Wilkie Ingrid Vegan Maria 和Chop Delaney Gene Wilkie 然後Ingrid Vegan 時間現在開始 你好 Gene Wilkie Noho社區小組書籍 Soho Noho建議小組 當初這個計劃 零售住宅的這個計劃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野獸 現在有很多不可改進 構成的錯誤 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好的可居住房屋的計劃 更好的計劃 這個計劃不可能提供更多可負擔起的這個住屋 而是鼓勵 億萬元的這些這樣的公寓格樓 無論市政府說什麼 超過50%的租金 至少要付2000元或者以下 根據市政府的資料 三個橋和Hallen Tunnel 沒有足夠的公開地皮 市政府一直說 已經有很少藝術家 其實那天有百多個比較年長的藝術家 也有出席商業的這些FDR 其實這個南部的確是唐人街 現在的這個計劃 根本沒有為我們提供更好的 我們希望有更好負擔起的這個單位 希望你可以幫助我們來達到這個目的 不要說好像Marbert Moses那樣 讓我們蒙獸侮辱 首先 Higrid White Gun 聽到嗎? Higrid Weekend 我在SOHO住了十幾年 我當初 我當初 我是 1969年 我們參與了SOHO的這個組織 我是支持更多不同種類的居民住在SOHO 但是有很多他們 和可負擔起的住屋 以外的事情 以外的事情 無關的事情 我們這裏都有四十幾個高樓大廈 雖然這個地方不允許這些高樓大廈 M14A應該更加公平的分配 將SOHO、NOHO不要有更高的大廈 但是我都覺得請威馬和大的公司進來 將我們的地標大廈 其實我們真正需要的可負擔起的住屋 我們需要市委 不要有發展商的參與 將他們的錢買下 請你們反對挽救這個有非常嚴重 決陷的計劃 Maria 下一位發表者 你好 Maria Feliciano 是我姓名 我是5、4、3、8、6、113、Marser街的住居民 我代表這個大廈的18個居民單位 我反對這個計劃 因為我們的社區所代表商業和住宅單位 是唯一的這個計劃的贏 而這些住宅單位 他們沒有正確地代表我們的居民 DCP和地區代表 對蘇學和地區的展望 沒有包括我們的居民 沒有考慮可負擔性 當我們的大廈如果是不可以住 因為JAWQA變成新的地區 那要怎麼樣呢? 那18個住居民 是不是就要搬出去呢? 把我們的住居賣給這些開發商 為什麼呢?要把它變成運動室? 展發 我們是一個活躍的社區 我們不是一個商業的地區 我們是一個這樣的住宅 超過8000人住在這裏 所以我勸大家可以重新考慮 多謝 多謝Maria 下一個發言是Chakolani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 村議員社區工作人員 這個城市S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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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S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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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反對這個計劃 你們的計劃 因為你會毀壞這個社區 我想重視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 低收入的人 SOHO和NOHO 還有雙能的 包括迷藏人街 那之前的一個1970多年的創辦者 他就這樣說 很多時候SOHO和NOHO 如果採用了很多居民就受到這樣的風險 我不是提高這個政策 是為了任何人 我在這裡居住了很久很久 我是為了很多這樣的居民在這裡 特別是CBC的工作人員 從來沒有理解這個法律 在這裡 可以允許他可以進行 但是他真的可以上升 SOHO這裡已經沒有藝術家了 除了…這些是1980多年的了 那時候不是 今天也不是 但是這些救賣者在這個地區 所以他們在Gran街那裡 可能是Broadway Massar街 很傷心的就是這個城市的工作人員 都沒有計算到這裡的威脅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我可以抵交進來 這個我的書面的證詞 多謝你 Chuck 這個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我沒有見到其他的這樣的理事會成員 我全叫下一個這樣的小組 是Kathryn Reister Rider Tesla Mai Kilan Appel 和 Ken Iu 第一個發言是Kathryn Wessler 之後是Rider Kathro 時間開始計算 現在 多謝 我的名字叫Kathryn Reiger 在這個房屋 50年時間我在這個社區工作 是一個租約穩定的agraignment 是一個租客 我是反對這個Soho Noho China 的這個計劃 這個是另外一個 給發展生賺錢的 很多DeBlessio的這樣的捐助者 都是在這裡傷害紐約 拆毀了600個這樣的監製的住宅 還有這是反亞裔的 好幾千個 整萬個這樣居民沒有地方住 那麼很多亞裔人是沒有足夠的收入 還有這個 好像 NYU 還有很多人都是得不到這樣的聯架屋 這個會是對紐約人是一個摧毀性的 一個這樣的選擇 他們要面對到被驅逐 因為他們給不到租 要超過7千個人 不會有地方住 會打斷他們的正常的生活 日常的生活 這個提議會傷害到聯架屋 還有會增加紐約州的這樣的房屋的危機 傷害到小的商業 疫情期間 50%的小商業都關門 紐約州需要房租穩定的這樣的法例 請大家對這個重新華區的計畫 投反對票 還有這個 我在Village Preservation Group工作 下一位 謝謝Kathryn 下一個發言者是Ryla Kessler 之後是Rike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好 我是Ryla Kessler 我是社區董事局2的 不像我的同事 我在這裡勸大家批准SOHO NOHO 我想說一下我們進階性的這樣的價值 首先我們有遵守那些事實 這裡事實很明顯 我們有房屋的這樣的危機 這個是高成本 所以芝士多紐約是全國最貴的 建更多房屋可以減少其他的房租 這個是我所相信的 這裡有很多黑人的 有色人種的那些區 和那些白人是不勝比例的 所以我們需要拉近這個距離 這裡有價值觀 很多的問題 這個氣候的這樣的問題 紐約州就是說有創紀錄的這樣的下雨 前兩個星期已經是兩次的了 我們要減少這個氣候 可以對我們產生的問題 這樣我是要聲明 這個是絕對是可以使紐約更加可以更加變得聯價的 我是要求批准這個可以減少商業的密度 這樣更加分散就更加好 多謝 多謝你 下一個發言人是Mikey Lampel 之後是Iki 多謝你給我這裡發現 我之前在這個Open New 是終身在紐約州這裡提供公共服務的 這樣我強烈的支持 創造Soho 這裡可以有一個混合使用的這樣的住宅 Soho Noho 這個是一個主要的時間到 我們需要重新設置這個時鐘 我想這個是我可以繼續 在Soho Noho上學是一個榮幸 因為這裡你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官方 就是說這裡可以去到地鐵 但是Soho Noho都代表了很多固定的資產 因為很多年來都是沒有增加到聯價屋 這個是多元化的一個區 這裡可以保護到Soho Noho更加有活力 但是可以減少這些結構的問題 我們估計有900個這樣的聯價屋 可以真正的對有些家庭來講 他們搬進去幫助到他們 他們有更加好的這樣的保障 可以有地方住 那麼紐約州 有很多地方紐約市是沒有的 我們需要在紐約市每一個地方都這樣做 才是更加好的 特別在這裡Soho Noho根本就沒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有創造這些聯價屋 可以幫助到大家 這些住宅的分離是絕對可以給整個區有傷害 我們需要更加多的 就是說有色名人種可以搬進一個白人區 最後一點就是在CB2外面的人 就是說低收費用的人 在商林的地方就可以找到更加便宜的聯價屋 隨此Soho Noho在這個區裡有大大的改變 這次都是真正的可以做出改變的 多謝 多謝 好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Hello 你是否聽到我呢 我們可以聽到 好 非常好 多謝你 我只是想表達一下這個重新劃區 我相信增加了2000個這樣的房屋 對於這個混合的房屋 還有900個這樣的家庭 我相信是可花費得起的這樣的住房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一點 我想將它最大化這個房屋的這樣的空間 商業的這樣的密度 還有減少住宅的密度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整合 作為一個前的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這樣的區 我要說一下 我自己也是一個西班牙人來的 增加了這個重新劃區的地方 住在其他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是可以整合到整個城市 我相信可以將整個家庭的這樣的分離 作出這樣的帶頭 我還想說一下 我們經常了 我們是鼓勵移民的 所以呢 有一點就是 這個不是什麼移民局的問題 因為創造這個聯家房屋 是很關鍵的一點 這個時間到 好 這樣 這裡 我們看一下 重新劃區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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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這樣的 這個小組 Sara Echo Burris George 和Velrica Segal 第一個發現是QEvan 之後就是Sara Echo 時間現在開始 我們在這裡看一下Sara Echo 時間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好 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Hello 我叫Sara Echo 我是發言 代表Village Preservation 保護區的 關乎到這樣的 這樣的 他們的批評 就是說他們可以變成中等 或者低 沒有房屋的這樣的 然後有過大的這樣的商店 要講到Window Dressing 這個是一個沒有 我們就去遞交入去 顯示到更加小的這樣的改變 有商業的這樣的FAR 不會對這個聯家房屋有什麼改變 首先呢 87% 我們預計到這裡 所見的都是 都是這個改變的以外 即使有了改變 我們發現這個重新華區 還是給他們得到 可以得到最高可允許的這樣的FAR 比如說92%的那些場地 城市所預計的 是可以被建造 8%的這樣的開發商 還可以見更加多的 就是說市場率的這樣的房屋 有這樣的激勵 為什麼大家可以選擇這樣的聯家屋呢 所以要求超過一萬平方尺的 只不過是一個沒有意義的 對那些有小商業 這個計劃呢 是真的可恥 所以呢 即使有改變 都是沒有幫助 我們希望大家投反對票 多謝你Sarah 下一個發言人呢 我們跳了過去的CMS 是Hugh Evans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 Hello 我的名字叫Hugh Evans 我是代表Village Appreservation 這裡的 根據紐約市的 沒有任何開發商 可以真正幫助聯家屋的那些居民 因為25000平方尺 或者更加少的都是很多 因為沒有任何的開發商 我們選擇這樣做 但是呢 文件上面我們提交上去 就是已經很大的這樣的空間 我們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 這樣看一下這裡的這樣的開發 城市他們決定了 紐約市他們決定了 這樣 這個可以是亂家的 但是 這個不是一個選擇來的 因為呢 其他這樣的開發的 就是說 房屋的這樣的租率是很弱的 就是說 講的什麼是聯家 他們是避免 但是最終呢 都是避免提供那些聯家屋 但是Soho 有遠遠更加高的這樣的房屋 給了這些開發商 他們限制25000平方尺的那些空間 提供給那些 就是說 可居絕對得起的那些人 很多零售啊 這樣的 很多這樣的社區的空間 沒有任何的聯家屋的空間 所以呢 我們強烈的勸大家 投反對票 對於他們提出的 這個提議 我們投反對票 多謝大家 多謝你 Thera Moyer回來 Thera Moyer 主席 下一個發言人 多謝 多謝 Lebinton 現在這樣進來 任何時候 你準備好 我也準備好了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你要正音自己 你要解除自己的正音 解除自己的正音 好 現在我們聽到你了 好 我是代表Village Preservation的 為了很多的原因 我要講一下 這個是 為了所有務實的原因 這裏很高的FAR 只是給這裏 重新挖區 這個可以允許的FAR 起碼都是百分之三十 或者九十 或者是更加多的這樣的區 有很多地方 所以這個是很巨大的 新的發展 已經存在的這樣的商能的區 只是允許更加低的FAR 最高可以允許的FAR12 是那個2.5倍來的 這些是Billionaires Road 在中城那裏 都已經是超過合理的法力限制 已經是錯誤的 這裏都是為了毀壞整個這樣的區 有一個新的這樣的區 包括一些地標 這個 很多這樣的 這裡 這個大而且是不可理解的 不可想像的這樣的空間 只不過是傷害了這些聯家屋 最高可允許的FAR應該是5 所以為了這個原因 還有很多的原因 我希望大家 我勸大家投反對票 多謝你 多謝你的證詞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是Federica Segal 好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 我的名字叫Federica Segal 所以我是CB2的這樣的一個 我今天是代表自己個人發言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的不可理解的 我們需要重新更改他們的提議書 我們需要更加多的這樣的聯家屋 還有更加低的這樣的中等的收入 減少任何是外部的這樣的金錢 在CB2外面 要擴張這個可以保護的地方 包括唐人街 任何的這樣的掌根的區 就是說 是超過百分之四十的 是過於大了 這個會支持更加多的 是非自願的這樣的流離失所 很多人會失去地方住 這樣我們需要 就是說 每一次的更改 都是使其他人 是非自願的被搬走 所以重新劃取的地方 還有把那個稅 選到就好像Hudson Square那樣 每一種這樣的要求 更改都要改過來 我重新再重新一下 重新一下 這裡他們要有一堆零售業的監管 很多的餐館 超過太多的平方尺 就好像Hudson Square 發展困難的這樣的生活的這樣的規準 比如說乾線和庫存的這樣的儲存 還有任何這樣的漏洞 比MYU更加多的擴張 這些都要限制到Noho Soho 但是呢 他們2012年就沒有做到的 現在我們要求他們做到 好 下一個發言人 主席 這個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我沒有看到法律顧問有任何問題 我現在可以給Erik Garsha 好嗎? Harrison Grennan 說幾句說話 Mark Garsha 和Mark Hines Erik Garsha 之後就是Harrison Grennan 好 發言 時間開始計算 我們現在可以聽到你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無論怎樣 你們是可以聽到我說話 Moya 主席 Moya 好 尋心設置 這個到 對不起 不會花很長時間的 沒問題 我的鏡頭在哪裏 Moya主席 我的名字叫做Karik Garsha 我是一個美國 institute architect 我在紐約市都有參與 特別是支持 亂教育 但是我不是要寫那些 我所寫的就是 書寫的 還有說明 我作為一個美國偉大城市的一個公民 我想發言 第一 第二 他講到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 我們很需要紐約市 有多些這樣的聯家屋 各種各樣的住房 各種人各個區 在紐約市 我們說區的法律 是要為了所有人更加安全 但是呢 沒有服務到這個 這個房屋的這樣的 這個密度 先解釋 很多人住在這裏 就是說他們的飲藥 就已經對這個更加高的成本 產生了問題 這個必須要改變 第二個這個是要分離我們這樣的 人民 對於這些區 其實這個市場 對於這個理解 我知道有些有錢的人 白人 之後呢 有色人種 就比較窮 在外面 所以呢 我知道呢 我們可以共存在這個城市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可以一起吃飯 我們可以 這裡 紐約市叫做大用爐 是有原因的 這樣的 這樣的提議 只不過是 不可以 致使到我們可以更加民主 更加適合民意 我們需要的是更加多的這樣的房屋 更加多的整合的房屋 對於這個城市更加多元化 時間到 這個重新滑區呢 都是其他人的這樣的一個模式來的 好 多謝你的證詞 好 下一個發言人 多謝 下一個發言人 是Harrison Burnett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 Hello 我叫做Harrison Burnett 我唯一一個很大的公司工作 我很多這樣的 他擔心 他是住在紐約州以外 特別是這些8人區 我剛剛開始說的時候 每一個居民 這個紐約州 有些人說 誰在乎 我還記得 SOHO 他沒有提供 因為他對這個文化 和JC 所擁有的物業 所以我覺得 另外一個計劃更加好 他還說 有什麼更加好呢 他們太貴 所以這個對於這個聯家屋 是一個好地點 我覺得SOHO 是有責任可以做到 可以解決這個房屋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是 之前那些 那些白人區的優勢 這次可以使我們可以作出改變 疫情最低的時候 現在已經漲了很多回來 又高了很多 這些這樣的租金過於貴 意思就是說 是州政府是零的這樣的補貼 這裡是可以支持 有些人花費不起的人 他這次可以花費得起 有這個重新華區 不只是有錢人可以住在那裡 有這個房屋住 那些普通的這樣 他可以得到補貼 有很多這樣的工作 還可以來莽於工作 我覺得這個過度是將會好的 包括紐約斯這樣的計劃處的人 得到這樣的房屋 對這些人 他們的訴訟 什麼都是 時間到 好 這些是我們要做的這樣的行動和遺產 好,多謝你 多謝你的證詞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他 但是Mera Baisley 如果你在那裡 你可以解除你的證音 好,時間現在開始計 Margaret 如果你可以聽到我 我可以再回來 我可以看到 下一個Megan Heinz 我要很快地說一下 我有兩個月大的BB 就在我的大腿 我現在為了重新說他 我一頭贊同我們有氣候的問題 社會司法公正的問題 和人種的問題 三個都可以解除的 我相信我們可以解決我們的房屋短缺 有錢的富有的人 去白人富有的那些區 他們需要再加快一步 去解決這個房屋的問題 這個非常之不民主 很多人可以搜集到他們自己的意見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母親 很難來到這些 會等了很多人 很多個小時 現在才說 不容易的 但是我想大家知道 這個不是特別的 可以說有代表性 對不起 你總是可以 遞交你的這樣的證詞進來 這些都是 我們盡量比較開放的 可以討論這裡的問題 好幾個小時 所以我們感謝你的內心等待 我們感謝你今天這樣的證詞 我們要肯定每個人都有機會 可以發現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還可以提醒他們 他們可以把這樣的證詞發進來 法律顧問都可以知道 你有什麼想發現的 你都可以寄進來 多謝 各位主席 或者我們可以 我沒有看到任何的 理事會成員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移到 我們進行下一個小組 還有Kathryn 還有Alita Cam Victoria Feriello Kathryn Sconover 可以發言先 現在時間開始 好 我的名字叫Kathryn Sconover 我是代表 Village Preservation 發言的 就好像很多發言人都說過 很多不良的開發 有大型的企業進來 在這個區域 包括很窄的街區 SOHO、NOHO、唐人街 或者紐約市 是不是真的需要多些這樣的開發呢? 這些只不過是對餐館 或者酒吧 想要生存的 變得沒有得生存 會傷害到這些獨立的 一些小的商業 這些放東一直都是他們所推行的 這些是傷害到我們的社區 把這些變成大型的商場 是對我們極之有害的 有很多這樣的酒吧 都不可以有安全的 這樣的健康的保障 但是獨立的生意 他們也都會製造 擁逼的交通 紐約全市 如果我們紐約市的Sierra Club 反對這個規劃 應該是規定五千平方尺的 合理的零售的範圍 和一萬平方尺的零售 我覺得這個計劃是沒有遮掩的 給這些有資源和有錢的開發 謝謝你的證言 下一位發言人 謝謝你今天聽我的證言 我很高興 喜歡去探紐約市不同的地區 雖然我們這個可負擔起的房屋 25到30% 25到30% 可負擔70%以上的自由開發 其實這個計劃是對紐約 就好像以前的Dinkin市長說過 是一個比好的社區 但是這些社區是通過區分 來保護他們地區的特點 令到不同的人 希望喜歡搬來這個奧約市 我覺得這樣的重新規劃 會影響唐人街 我們不同意不贊成 因為這些低收入唐人街的人 會丟失他們的住處 我們不贊成 因為這個SOHO的特有藝術家的園區 會失去它的特有性社區和這個居區 會失去了居民的這個能力 我們應該穩固藝術家的發展 這是紐約市的一個藝術地區 這個SOHO這個計劃 並沒有達到紐約市的標準 多謝你的證言 下一位 Victoria Farriaro 多謝你們 Victoria Farriaro 我是夏東城市區議員 我要求市委小組投反對票 我們有很多很多人都聽到 這些 譬如說我們可以在這個住處學生宿舍 所以我們要講清楚 這個並不是說一個可負擔起的住屋 這個只是將當地的居民驅趕出去 因為一個真正是有資源的社區 不會說是將任何一個人積逼出去 這個計劃對這個所影響的社區非常不尊敬 根本沒有說有合理的反應 他們花了這麼多時間 以為他們的意見是有用的 但是完全沒有受到接納 好 麻煩你了 最後這個小組的發言人是David Merkin 時間開始 我是Bowery社區小組的小組組長 和學校的老師 這個計劃並沒有擔保可以在任何可負擔起的住屋 這麼多個月的講座社區討論 社區以為會聽到它的聲音被接納被聽到 但是他們無視忽略 所以這個計劃其實老早就是做好了 這個過程是一個欺騙的過程 Kris Marte 強力反對 社區第二 投票三十六對一 反對這個計劃 SOHO和NOHO是代表性的 有經濟頻撥的一個社區 鐵的大建築非常出名 將加建這些大的高價房屋、大的零售和NYU的宿舍會摧毀我們的長期的生意 尤其是唐人街 尤其是唐人街 最後這個計劃 對紐約的地標的這個計劃是一個藐視 如果計劃 你不可以投票下城問題 為了整個紐約市請你投票 投反對票 SOHO NOHO的重新再計劃的計劃 請你投反對票 這個小組 這個小組最後一位發言者 有沒有問題呢 小組 沒有問題 叫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是 Enzo Nicolas 和Max Livingston En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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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這個計劃的理由 基本上是 我看到我的朋友、學生、同學 想住在紐約市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紐約市的房屋市場 越來越不可能 唯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將地鐵公共交通改進 我覺得最好的做法 就是像SOHO 將它這個 掀改 在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房屋 應該會看到更多更多的住處 如果有這個計劃 這是我的意見 Campbell 下一位 Campbell 你發言 Campbell 你發言 你離開重新規劃的一條街這麼遠 那個邊界 基本上 我強力的支持重新再規劃 重新再規劃 不應該像FHDR的增加 有三個理由 我為何支持的三個理由 我為何支持的三個理由 可負擔起的這些房屋 可以將紐約市更加融合我們的不同人種 1930年的這些計劃 仍然是今日正存在 這些法條 這個是一個很激進的一個步驟 第三 納費一街的西邊 第四街 到Astrad Place 這個John Jacob Astrid 在30年建的房屋 這些以後變成50年 變成窗戶 有很多大廈變成地標大廈 所以 多謝 Max Livingstone 和Lickers 你好 聽到了嗎 好 Max Livingstone 多謝給我機會作證 首先 我強力支持No How Soho這個計劃 重新規劃 我唯一的缺陷就是現在的新的辦公室的 允許的面積太過寬闊 我們覺得這樣會對氣候千變 會有強而有力的對抗 當初我是上西城大學之後 我搬了出來希望住在文田五 因為很美麗 和靠近我的工作 但是60年市政府 雖然我的父母那個年代有很多公寓 但是現在越來越少公寓 所以當他們年長的那一輩子的小孩子 我這個時代 都找不到適合的住處 我覺得我們並不是代表有錢人去沒有錢人的地區住的那種人 而是反對這個計劃的人是真正的保守 我覺得我們是全美國最民主的一個城市 如果我們再不繼續開發 如果當初我們都不再開發 這個可能還是一個耕田的地方 我最近有很多機會可以投票市長、州長、市委代表 因為我相信他們 我相信他們 我信任他們 所以我投這些票 所以我認為沒有影響 其他人的意見 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支持這個重新再規劃 紐約市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城市 因為它的新的二萬改進 我自己都是二萬 但我很幸運 我在這裡 很多家人是家人 同時要離開紐約市 因為租金太高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房屋奪權危機 最終解決方法就是建造更多住處 如果我們建造更多房屋 那房東可能要競爭爭取住 我覺得反對重新再規劃的 是已經擁有房屋這些租金上升 他們可能會看到自己的地產 租金上升 但是造成影響到我們又要重新或者再搬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負擔起現在這樣的租金 所以要求市委 如果可以為900個家庭提供這些可負擔的住屋單位 這樣是一個好的計劃 Snowho、Snowho又提供2,000個單位 已經5,000個家庭是可以受益的 如果這個計劃執行 有很多人都沒有辦法為自己發現 最後以中國美國人的利用 雖然第二學區不包括唐人街 因為有很多人不想跟唐人街的小孩子一起上學 我就覺得應該支持這個重新再分區 所以這樣或者有機會學校可以更加融合不同的社區的小孩子上學 這個小組的最後一位 如果小組沒有問題 我們就去下一組 Alexander Narit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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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建築師 我是建議小組成員之一 我是建議小組成員之一 這個房東 這個不是說一天之內有改變 而是50年 市委應該 考慮 FAR所控制的這些防火的大樓 應該包括受限制租金的這些房屋 更多的法條規例 第三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藝術家的住處 所以沒有沒有什麼 沒有JLW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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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여기는新的改建 MDL和建築的規定,通貨膨脹 需要...但是,這些等於是給我們藝術家增加更多的稅務責任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這個問題 這個提議已經將新藝術家的申請取消 所以沒有需要這樣的要求 只是將共用空間是唯一被保留的 跟紐約市小州合作 Emilie Helström Emilie Helström 我住在SOHO,1976年就開始在那裡住 我一半人生都在這裡住,我在這裡是藝術家表演者 我是我的大樓的董事會董事 我也是很積極地參與這個社區 但是我的聲音不值一分錢 夏城、唐人街他們雖然是完全的跡入 他們都向你求求停止這樣的計劃 因為這個影響整個紐約市會永遠改變這個很有名的地方 但是很明顯這些社區的聲音都不被接納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真正的和解 但是沒有這樣的過程 今天唯一有聲音的就是淺 由向上向下的這樣的計劃其實是沒有用的 在這個SOHO,NOHO 我坐在Bernardo的那個高級官員 他們可以說要求把這個屋頂隔離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這些這樣的,但是如果錢 這個計劃 影響每一年所吸引成千上萬的這些 百萬的這些旅遊者負面的影響 將這些社區落入大的地產公司 請你們,肯請你們投反對票 因為我們大家都應該很專心用心地來處理這個事情 Hally Ryan 你好,我是Hally Ryan 我是第二學區地區的居民 我也是拍片的製作人 就算是投贊成票,就算是有商議 但是會銷毀全世界所供應的這些有地標性的大廈 小生意負面影響 尤其是因為是小生意而受到尊敬的一個社區 所以今天我想Fa 這些可能要即將來的這些大型的零售 是會吸引大貨車和貨車來到這些店 我看到有兩個目標來到夏東城 你去這個郊區 Walmart Lowe's Walmart 這些歷史證明,這些大的店 小的商業 在新冠肺炎之前的關禁 如果你看現在走一下Broadway 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果就是這樣 請你們投票 DCP重新再來一個投反對票 等下一個市長 他擔保和我們合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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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去的小組 我代表我自己,還有JLWK藝術家,他們在SOHO社區有50年的歷史 我覺得應該投反對票,因為這個計劃有一個不可修正的錯誤 以為是可以改正修改 這樣的計劃,我們覺得很意外很驚奇 而且這些所謂的民主方法和資訊的收集,是一個可笑的謊言 不要將SOHO變成一個商業性的一個盒一個盒的零售 不是市政我們要我們的亞洲鄰居 比如說我們這個社區 我們覺得這些年長的住處,DLCP DLCP對我們社區的研究 唐人街是SOHO東,這個不是真實的 我明白,在新的市長接受之前,他們在催趕這件事 但是這個計劃不像SOHO那樣 這個計劃應該需要一個重新再修改 Margo Margolis,然後Michelle 時間開始了 你好,聽不聽到呢? Margo Margolis 我是有認證的藝術家 我反對這個計劃,我覺得這個不可施行的計劃 當時很多年前,這個空蕩的地區 是我們的藝術家 把這個地區起死回生 將SOHO變成全世界的尊由點 我覺得市政府這個計劃會摧毀 他們說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負擔的處處單位 但是他們沒有擔保任何一個單位 而是提議說是給大學的宿舍大的零售 好,這樣就等於是誘引這些開發商 將這些大廈拆拆位 有很多的這些租金限制的大廈可能就會丟失 但是我很擔心會被強迫 逼出這個社區 市政府 不可能JLWQA 將它改這個新販 這個市政府 在SOHO東區的這些大廈拆屋 這個商道 我的衣服 而給大的大廈高級的購物 用衣服 時間開始計算 時間開始計算 好 我只是有兩分鐘時間 來看看 我沒有聽到任何的HPD有能力去幫助到我們 一直受到騷擾在我們大樓裡面 我們的亂價的法律設計了就是為了保護大家 特別是包括SOHO的零售業 我的生意 包括很多的 一直都是為了推動很多的經濟 變成了國際的一個目的地 德國 巴西 包括我所說的 他們想要做的 在紐約斯這裏 很不幸的一點 在SOHO這裏 因為這個增加的這個區的房租 我的店鋪在我搬到的那個街道 一直在昌盛的範圍 因為我現在有自信 我重新投資每一個這樣的房東 我可以加大我的規模 我的生意 作為一個小商業 在SOHO NOHO的顧問小屋 在這裏有很多 關乎到未來的SOHO 商業的貢獻到這裏的建議 我現在所知道的 就是在錯誤的房間 商業的這樣的商家 背後就有這些協議 不像那些這樣的房地產 平時的房地產 DCP 都一直說他們在SOHO這個立場 這裏不包括那些聯架的房屋 很多的官員都知道這個提議書 是根本不是為了聯架屋 但是完全都是放地產的這樣的 推行立法 改變我們所目前的這樣的局勢 好 下一個 最後一個發言人在這裏 你可以聽到我嗎? 可以聽到我嗎? 我是一個藝術家 我住在Broadway1984年 有零售業之前 我不是富有的 我歡迎這個紐約市的這個目標 聯架屋 很不幸的 這個不是可以解決這個 這個是要設立失敗 因為這個不是很匹配的 這些結構 這個所提議的這樣的要求 這些匹配從來沒有討論過 所以你們都很急、很趕著去做你想做的 這裏要質疑很多的大樓在這個地區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因為它是不可以更改的 很多這樣的共同的 像Nameta 它是獨立的確認 我的建築是其中一個 城市計劃 一直都是不可理解的 這樣呢 這裡可能有幾百個這樣的正餘的 這樣的家庭 有更加小的這樣的 可以花費得起的 從來都沒有見過的 這個是城市的這樣的 傑富濟貧根本不是對的 這裡所說的 因為這個是完全是機會主義 同樣的 這個問題 跟零售也是一樣的 這個將會是超過負荷 事實上是沒有可能 在空間上是做不到的 你是毀壞這個社區 用這個計劃 多謝你 多謝你今天的這樣的正式 最後一個 發言 這個小組的主席 下一個小組 包括了 Samir Movindia 和Current Chilowich Samir Levingia 好 我叫Samir Levingia 我住在重新華區的地方 只是幾條街 之前我住在這個社區代表Soho 但是我想簡單的說一下 我的旅程搬到紐約 和新的住宅 我想說一下 對於紐約起來的那些人 我剛剛來到紐約的時候 我搬到去我工作的地方 我想搬到近了 我在Chelsea工作 所以我搬到去Chelsea 和好幾個不同的區 我做了很廣闊的研究 住了很多很多的 這樣 我很幸運的就是 在這些 在West Village這裡 但是如果我不是呢 如果我住在Chelsea 但是如果我給不到這麼高的租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花費不起 在這些可以住在地鐵的附近 基本上說 這裡呢 新的人會搬到這個城市 這樣呢 大家都有他們自己的理由 LGBTQI 就是說檢控他們 和其他的州 這樣呢 他們不用擁有那些汽車 或者有其他的資源 他們不會想住在那個區 他們想住在那個區 他們一直這樣過濾到他們 他們可以找到 不是他們的錯 但是我們 怪的就是貴族化 這個不是紐約市化 這個是高度 高度有需求的地方 這樣我女朋友和我呢 已經不可以花費得起了 在West Village 所以我們要去找 我們沒有很多不同的收入的地方 家庭的大小 很多人要被迫 這樣流離失所 如果我們有更多的聯嫁屋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放屋 多謝你聽到我的發現 Aaron Chilowich Aaron Chilowich Aaron Chilowich 是下一位 時間開始計算 現在 Hello 我叫Aaron Chilowich 我是這個Tribeka的一個居民 我只是住在這個區的外面 今天你們所考慮的這個重新華區的地方 我住在布克林 都住了很多年了 作為紐約市的居民 但是我唯一搬的原因就是 搬到Tribeka的原因 就是可以住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的家人是1980年的 百多年的 這樣有125,000元 那時候 現在計算是30多萬 你今天是沒有可能可以買得到 不是紐約市沒有去補貼 這個是聯邦政府 他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沒有見足夠的聯架屋 任何地方 紐約市 特別是有比較富有的那些白人 是有些是超過那些貴族化的 這樣很多這些聯架屋 會嚇到人 這樣很多直接是沒有補貼的 沒有任何保證的 所以我可以花費得起的這樣的房屋 SOHO和NOHO 你們使用這個機會去看一下 SOHO、NOHO以外 還有其他的這樣的重新劃區 希望大家可以考慮 多謝 這個是我們小組裡面的 這個小組裡面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好 如果大家沒問題了 我們可以去到下一個小組 將會包括Flayman Judge Jane Fisher Zeke Looper 以及Kristine Laguzano Flayman Judge 之後就是Jane Fisher 好 時間開始計算 現在 我的名字叫Flayman Judge 我會在SOHO長大 雖然我不可以住在那裡 已經很久不住在那裡了 我會有更加多這樣的家庭 在這個區 我要講一下 這個是我長大的SOHO區 這個是非常有活力的一個地方 很不幸因為這個豪華公寓和店鋪 很多人要搬走 很多人要搬走 變成一個大的購物商場 很不幸這個計劃會增加這一點現象 這個完全是天真的 如果你覺得可以得到聯家屋 使用你們這樣的模式 大家要知道這個是一個模式 但是很明顯他們是避免提供那些亂家屋 這裡有很多這樣的機制 很多這樣的流動 這個全市的這樣的 他們會有這樣的模式 豪華的公寓和零首爾就是這個整個計劃的背後 12億的這樣的聯家屋價值 這個就是他們的模式開發商所做到的 這裡就是他們為紐約市所做到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投反對票 多謝 Jane Fisher 之後就是Zikti 時間開始計算 Hello 我一隻是SOHO的居民 四十年 差不多就是四十年了 視頻 我的丈夫 開始 我已經在SOHO差不多有四十年 我的丈夫是一個認證的藝術家 我們是一個小的co-r 1979年開始 他和其他人都住在那裡 我們一直住在那裡 想換我們的家庭 還有我們要付很高的房地產的稅 我很吃驚 在這裡 這個市長他正在想做些什麼 這個所謂的計劃完全是為了他的開發的夥伴 第一點 這個是完全有錯漏的一個計劃 是完全不可以保證的聯家屋 你聽到沒有? 這個是完全不可以保證一個單一的聯家屋 第二點 無二 這個會是 自私都可以拆毀其他屋 這個是全世界可以被認識的一個 這樣的目的地 然後呢 作為目標 為了什麼? 不是為了聯家屋 是為了極端的這樣的開發 大的商店去搬進來 以及受到紐約大學的鼓勵 第三點 完全是不匹配 JLQA 意思就是說這個計劃呢 會致使到好幾千的人 會有懲罰的這樣的稅 這些是不可以設立的 你要好好想清楚 第四 這個城市呢 是要將早期的那些 是他們的自己的勞動 他們是不可以得到補貼 任何人呢 有什麼人可以得到這些? 是公平的 你是不是覺得呢 紐約州這裏 長島 或者是商業的這樣利益 我請求你再看看這個提語書 看看你之前的歷史 好 下一個 發言人是 Zig Vicar 之後是 多謝你 是 給我發言 這個社區裡有一個 Oper New York 作為夥伴 在這裏的正詞 是什麼人呢? Oper New York 是前一個十二分 在Flushing開發的 王后區那邊 很多他們拆毀了 很多玻璃的大樓 長期的房屋 個人的那些意見 就好像幾個小時之後 有人說很蠢 說謊 這些之類的事情 我要跟大家說 反正Oper New York 是一個徹底的 網絡的欺騙 這裏是徵務了那些年輕人 氣候改變 就是要魔化 將那些為有的人 我們所說的 Oper New York 是一個目標的 這樣的人居 在這裏 無論是一個普通的民眾 或者是開發商 如果你想知道 Oper New York 作為一個要參與的一個會 Oper New York 是一開始 就是要影響他們 重新的設計 這樣呢 我要說一下 在Downtown 在SOHO 以後是怎樣的 這個是戰後的 去到一月份 是很可怕的 拆毀了所有的地方之後 Downtown Brooklyn 就好像被炸開了 很多人住在那裏 聯家屋已經被拆毀 DCCP對這些人做什麼呢 如果這個城市的政府 一直都在20年來 都拆毀別人家的家庭 DCCP就說 為什麼覺得這個是應該負責呢 因為對紐約區呢 你知道這一點 好時間 Justine Lucasamo 將會是最後一個這樣的發言 時間開始 這個是Justine Lucasamo 好 我的名字叫Justine Lucasamo 我是代表這個部門的 這個城市的這個部門 是會為了這個可花費得起的 這樣的單位 在滑區的地方 重新滑區的地方 他說這個住宅的地方 是遠遠強過其他的這樣的辦公室 這樣的商業的 但是就在他旁邊 Google就想到它是全美國 全國國家最大的一個開發項目 這樣呢 他又想到這個辦公室的這樣的開發 Google不是一個外國 我們還有其他的這樣的 Hudson 這個城市呢 還沒想到他們還有多少 重新 還有多少這樣的住宅 在那裡 這個有一個規例 這個還有副家的這樣的大樓 包括可花費得起的這樣的大樓 所有這些都是講到這個城市是沒有能力的 這樣呢 這個程序呢 所以呢 所以他們 他是 我是希望大家對這個 騙贏的計劃 要投反對票 多謝 好 下一個發言人 他是最後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這樣的 下一位 發言人 這個就包括了 Fernander Yaki David Lawrence Richard Moses Rani Wolf 和Jean Scandish 第一個發言人呢 將會是Fernander Yaki 之後呢就是David Lawrence 我想很快的做出這樣的宣佈 我們很感謝大家的這樣的內心 今天我們會得到所有人的這樣的證詞 如果你有登入我們這個Webinar的話 我希望你們繼續等待 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呢 大家是會被漏了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按那個舉手的那個按鈕 我是Amanda Yaki 我想說一下 這個是SOHO的 沒有任何亂家屋呢 在這裡 來這個華區的是半個英里 但是這裡可以保證這個是區大的這樣的 他的家庭 對紐約州人呢 他自己所稱的這樣的 這個城市呢 是被Steven Ross 他過濾了這些這樣的不同的 一直這樣的所謂的經濟 一直這樣縮減下來的計算 他們講到這個房屋的這樣的危機 他們就可以控制整個這樣的計劃 我今天在這裡是為了反分離的 還有他把黑人和白人分開 就好像East Harlem那些 就是這裡的激情 講到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即使是他們 他們到處集中了 這個房東的這樣的保護呢 其實是絕對是講到 這裡的房客啊 這些這樣的之類啊 Open New York呢 這裡有講到 這個華區 有些是哈林區的 他們沒有講到 還有其他 很多很多 這裡 很多很多這樣的租客呢 是受到這樣的危害這個計劃 除非這個是分世集族的 我相信 他們是在這裡這樣激勵這些這樣的開發商 每一個部門都被他們這樣買通了 這些我們絕對不驚訝 多謝你的證詞 David Lawrence 下一個發言人 時間現在開始 Hello 你可以聽到我嗎 是的 我們可以聽到你說話 我是David Lawrence 我是一個攝影師 我已經說了很多一次又一次的說 差不多好幾千一萬個人 他就說到這些公民 就是說他們貢獻了這個程序 他們覺得呢 這裡我們市長呢 就是說可以給的 他們呢 正在這樣 為了這個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一直是為了他們自己可以得利 我是一個合法的 我在這裡已經二十年了 我已經被要求要給一個稅 三千美元的這樣的稅 如果我想要把我的樓賣給我的女兒 那麼在這個同市呢 一些其他的零售的那些店頭呢 他們是可以給零的這樣的費用 事實上呢 他們說呢 天空才是 就是說 天空都是無限的 怎麼說呢 因為呢 這裡可以突然之間 可以神奇的變成這樣的住宅 因為他們說到這個工業的空間 這個目標呢 就是給藝術家呢 就是沒得選擇 這樣我們搬走 這樣可以更改 變成商業的用途 在這個計劃之下呢 二十年 這裡就找不到任何的聯價屋了 我們的區就會變得更加貴 白人更加密集 這裡呢 DCP想要重複這個人口 這裡所謂的 藝術的資金 完全是騙人的 藝術家的這樣的資金 這樣呢 他們就去借這個房子 例如說 你殺了這樣的鵝 去取出鵝蛋 大家請投反對票 多謝 下一個發言呢 將會是Richard Moses 之後呢 就是Rani Wolf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好 好 你是會成員Moses 夏東邊的這個唱義 Lexperty 今天在這裡呢 要討論一下 這裡的Sohonoho的計劃 Sohonoho 包括小部分的東村和唐人街 如果批整的話 這個大樓就會是2.5倍的規模 它有豪華的公寓 毀壞附近的居住人員 威脅那些居民搬遷 包括Noho-Sohonoho這個計劃呢 有很多有名的這樣的歷史地標 包括了很多的地方 這樣呢 可以找到那些大型的商店搬進來 會傷害到那些小小的家庭的商業可以生存 這個聯家屋在這裡 沒有任何的條例 可以保證這些小的低收益可以生存 事實上呢 這裡可以保證的 把這個地方其實都是假的 因為它是沒有聯家屋 在紐約市這裡 他們依靠 有些遊客來 我們這個歷史地標 不只是它有美妙的一些藝術的建築物 但是有些地方還可以坐下來好好休息 特別是疫情期間 我們需要一個計劃 可以提供更加多的聯家地方 維持到這裡這麼多的這樣的 我鼓勵大家去投票 投反對票 對於SOHO NOHO 多謝你的證詞 下一個是Rani Wolf 然後是Jean Standish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Rani Wolf 請你解除你的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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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一個42歲的SOHO居民 我在這裡是SOHO Broadway的唱義 是一個小的Broadway商業的業主 我們反對這個DCB的計劃 還有Margaret Chin的她的法案 所以這些越過度 又製造變成商業和零售 但是沒有提高那些稅 所以DCB沒有包括JLWQA 這些變成這個住宅 所以這些是沒有意圖的負擔 有些人就會被威脅 DCB的計劃沒有一個清晰的途徑 是怎麼可以完成 還有潛在來說 會傷害到更加多的 這樣的監督的房屋 這個藝屬的資金 它有很大的傷害 這些居民絕對什麼都得不到 在這裡錯誤引到的 這個話區如果在執行的話 好幾億的人都會這樣流失 很多的遊客 還有其他的大樓 只是SOHO有很低的FAR 這個多元的文化富有的 這個區 DCB其實只是一個財務推動的計劃 他對於那些小的商業都是有傷害的 SOHO變成全世界很多人要去的地方 這些都是他們有理由的原因 為什麼要開發 所以請大家投反對票 好 下個發言人是Jean Standish 現在開始計劃時間 我的名字叫Jean Standish 我在這個Valerine Line這個區 這個SOHO、NOHO的想畫區 它會使這個區變得更加富有 和變得更加貴 很有可能會摧毀聯家屋 這些長期的事業 還有很多是不大規模的 就會受到傷害 因為大型的店鋪在那裡 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意 那麼我們需要的就是 少一些豪華的公寓 包括SOHO和NOHO 有很多這樣的後果 如果開發出來的話 會是一個很不好的前例 因為整個紐約市來講 就會被他們開了先例 有66年的地標保護都會受到危險 即使新的開發 他們所提議的 百分之77是豪華公寓 然後只有百分之25是聯家屋 這些全部都是會比較貴的 比現在的總體來說 所謂的聯家屋都要貴得多 所以我勸大家投反對票 多謝 多謝你今天的正辭 下一位發言人 下一位發言人 這個就是他們最後一個發言人 我們可以傳叫下一個小組 下一個小組將會是包括 Lesslie Clark Lucy Coutinho 和Anita George 第一個發言人 將會是Anita Sola 之後又有一個小組 OK 現在時間開始 下一位是誰呢 下一位是誰呢 我聽到 或者將你的禁音關掉 它 將你的聲量打開 一會兒再回頭找Anita 我現在開音了 她沒有讓我找到A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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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姓名 我是Dang的設計家 住在這個社區 我100%支持聯家屋 100%支持人種的融合 多樣性、多化性 但是這個計劃 並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的 延價可負擔起的屋 這個是等於De Blasio市長 免費給她的證券者的一個禮物 免費禮物 這個計劃 沒有要求可負擔起的延價屋 那麽不好說說可負擔起的屋 這個社區很渴望有公園 這個計劃沒有一個字提到這樣的計劃 沒有學校的計劃 這個社區是家庭住的社區 我們需要這些配件 但是這些是急需的 如果這個計劃實施會很負面的影響這個社區 他會把小生意擠牌出去 Now Lee Jackson 他一個例子 他負擔不是他的租金 我號 它是一個上市的非常出名的賣書的書店 這個新的計劃會把租金向上推進 把這些所急需的需要都排除 多謝你的證言 下一位作證證人 五安 Leslie Clark是我的姓名 我是Granich Village的住客 我今天作證 下午作證為了我的南區和東區的這些 那些等於Noho、Soho、唐人街 主要是為了大地產商的利益而服務 這個Granich Village Soho、Noho、唐人街 放寬的分隔 並沒有提供任何一個可負擔起高金的單位 相反的會反而影響這個歷史性的社區 這個允許它們去拆有可負擔住屋和廉價屋的大廈的先拆 這些高級、高貴的這些房屋 全裏有市都有很多 我覺得這些Noho、Soho 這個不解釋他們認為Soho是一個有錢地區 其實不正確 我這個地方有很多成千上萬的租金限制的單位 這個提議根本就沒有去照顧低租金和可負擔 擔起租金的這些住宅單位 我希望你們反對投反對票 Coteen,然後是Anita 現在時間開始了 午安幾乎晚上了 Susi Coteen是個姓名 是否可以不要再繼續假裝這個是公平公正 每一次的澄清再計劃都是為了這些開發商 他們一聽到重新再計劃 他們把這些低收入的大樓買入收入 而且他們在那裡騷擾這些住客 他們想跳上這個馬車 去摧毀的馬車 騷擾這些低租金的住客 不要再跟我們說我們20到30的所謂的13萬收入的這些負擔起租金 70到80的80%都是這些高級貴的大公寓 而且會造成一個大規模零售商代替了小型的零售商 根本就沒有給他們機會有一個交稅的這個機場 而是給這些億萬富翁的開發商去賺低收入的錢的利益 那麼我們這個靈魂和應該保留 第一 這個計劃會 這個是給唐人街給這些開發商機會去收購 這些計劃 他們應該是有一個講座 這些組織 時間到了 這些等於是違反了這些公正 如果你關心我們的社區 請你們投反對票 好了 謝謝 下一個發言 這個頻道會是Anita Nisola Anita Nisola 時間開始 聽到嗎? 聽到 Anita Nisola 是我的姓名 我代表Village Preservation代言 雖然我們的市長和所有的支持者 說這個是公平社會公正 但是真正的受益者是誰呢? 是大的開發商 地產開發商 還有NYU這些私人的機構 想像一下你重新再遷改的地區 區域內如果你想 你可以從此以後建造兩倍半以上的 給你以前所可以允許的開發區域 這些高級的公園 合作共有公園 NYU的教堂和宿舍 如果你是Noho和Soho 擁有最多這些地域 和市長的一個紐約 你的美夢就會成真 因為你就會成為億萬富翁、百萬富翁 如果你是反對公會的組織 也擁有很多地皮 而且捐款給政治獻金 很清楚的這個最大的受益者 是這些有錢的開發商 請你們投票反對票 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好 這個是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者 既然沒有其他的發言 Nové、Geordie、Peter von Meierhauser、Kani Mary 時間開始了 聽到嗎 我是Lauren Lovet 我是歷史社區小組的主席 去保護社區歷史標誌建築 這個計劃對我們所定的歷史社區和地標大樓 造成不可康復的損壞 他們根本這個計劃不限制他們的使用用途 這個全紐約樹最密集的地區 一直以來都是歷史保護的地區 去阻止新的建屋 你看看Dumbo, Gensler, Tribeca, Soho和Noho 這些以前是商業的地區 在變成地標變成更多人入主 如果市政府提高這些大廈的包含地區 地標機構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以前最多只可以做七層樓 這些對房地產行動非常不公正 這個不是新的情況 過去55年很多歷史性地區地標之後 就重新再重新規劃 根據LPC的這些標準 其實這些是一個應該做的計劃 Soho和Noho是第一次HTC 知道哪些地區地域性的在哪裏 這些預先埋伏了一個糾紛 將地標和保護 這個非常負面的一個開始 謝謝你的證人 下一位證人 Jordin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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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我們的鄰居 這些餐館的擴張、這些窄的路越來越窄 有些不足夠的停車、這些單車線 越多越多的市政府的地區被私人生意替代 我們歷史性的是有低的建築和小的零售商 如果這個地區規劃改建議 會造成一個更多的造音、更多的士、更威逼的地區 令到地區損失了它的獨特性 事實我們是不能接受摧毀這些標誌性的大廈 在我們面前的理由其實並不是真實的 這個不是一個所謂的低負擔、低價錢的單位 所以我們要反對Noho SOHO的計劃 這不是一個計劃,謝謝你 好了,下一個委發表者 Pieter Van Marenhouser 你聽不聽到?你可以作證了 Pieter,你可以開始說了 你好,Pieter Van Marenhouser是我的姓名 我是長期的SOHO的住客 我也在聽10點半開始聽這個Zoom這個會議 我有發覺一件事就是所有這些參與者 無論是贊成不贊成這個建議 都表示他們需要更多的可負擔器的住屋 我想這個不是今天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需要這些可負擔起的屋 但是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 幾乎每一個贊成的人說 這些商業我不知道他們的正確的用語 或者商業的密集性是太密集了 因為這個計劃找到太密集了 沒有一個人說說他們要求減低 他們只說通過這個計劃 通過這個計劃因為可以提供可負擔起的房屋 當然人人都需要 人人都想要 但是不是這個方法來辦 為什麼要這麼急忙呢? 為什麼這麼衝突? 為什麼不可以那個小組再跟社區商量 去提供一個符合雙方的一個計劃呢? 我跟NYU那些學生說 早前早上他們投訴說他們沒辦法住在紐約市 你會非常非常失望如果這個提議通過 因為你絕對不會找到可以負擔起的租金 好吧 麻煩你了 最後這個小組的倒數第二位 是Kani Murray是下一位證人 Kani 你在這裡嗎? Kani 你在這裡嗎? Kani 你在這裡嗎? 我是SOHO 以前住在SOHO 我是紐約土生土長 我反對這個重新再規化NOHO SOHO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擔保可以提供 任何一個可負擔起的單位 而且有很多歷史社區都會被參與 其實已經有一些可以負擔起的單位 到底為什麼要用MIH沒辦法負擔起的房屋 來代替這些所謂的可負擔起的房屋呢? 將成幾十幾百的這些大樓猜測變成一個建築的工地呢? 這些贊成的全部都是這些房地產發展商 同一個對我們地區的老人住區叫KKK 來反對這個重新再規化的計劃 沒有辦法提供廉教屋 可負擔起的房屋 他們知道這些是免費給發展商的禮物 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個小組的最後有一位證人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叫下一個小組吧 Anna Markham Anna Markham Anna Markham Pauline Augustine Pauline Augustine Michelle W Michelle W Darlene Lutz Darlene Lutz Anna Markham Anna Markham Pauline Augustine Augustine Time starts Augustine I'm waiting for the timer to start Okay You can start Okay Hello My name is Anna Markham 我代表Village Preservation發現 這個計劃的很多最差的一個就是 鼓勵他們猜拆這些舊的歷史性的大廈 很多這些亞洲人、長者和藝術家住在這些百多個大廈 在這個範圍內 市政府說85大廈 那很可能是有成千個單位 在這些越來越少的 所以這個等於是這個地區的四分之一的這些住客 有一個重新再遷改的把子在他們的背上 每一個做禁制的大廈都是沒有達標的 所以會對這些房東有很大的鼓勵重新再見 反對騷擾的這些法律根本是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每次都看到 雖然這些改變 除非他們拆了這些房子才可以有這些所謂的 這些可以負擔起的單位 我們鼓勵你投反對票 林辰爾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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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強烈的建議投犯地票 我在Sullivan 街主 我當然有自己的 80歲的長者 低收入住在受管制的住屋 他們騷擾我們不是藝術家的人 我的朋友最近被逼搬走 他們把整個樓逼走 重新再建樓 我有問題 為什麼我要離開我這麼多年的住處? 那這些老年者的重新再愛自由如何處理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我們住在這裡 你為什麼認為這個只是有錢人住在這裡呢? 有時我懷疑他們到底知不知道哪個人真正住在這裡 如果你建議我去哪裏 紐約市任何一個地方 找一個可以負擔起的單房呢? 或者有些人都不明白 其實每一個單位有2萬個申請者 不單止我們不可以在我們選擇的地方 度過我們餘生之年 所以這次的提議根本不會改建可負擔單位的缺少的狀況 我覺得他們非常... 我想我不會有機會申請一個低收入的負擔單位 所以我請你投反對票 多謝你 請你記住 住在這裡的人 我們都是人 Michelle W 然後Darling Lutz 時間開始了 Michelle 按音 七六年 搬來蘇荷 住在這個公園 我自己親手改造我裝修的房間 有很多時候紐約市在不同的地區再次再次施行這樣的計劃 但是原來的計劃都說給我們聽 請你們真正的考慮唐人街、SOHO、NOHO對他們負面的影響 而不是說為了這些開發商的利益 這個觸犯到我們缺少房屋面前所遇到的這樣的困難 我覺得其實這些是比這些建築商更大更大的利益 我們有這麼多的舊樓 有很多沒有能力的人都沒有地方可住 有很多低收入和負擔起的房屋單位都會流失 如果我們需要更多負擔起的住屋單位 但是這個計劃不是這樣的計劃 其實這些是藝術家將這個SOHO變成全世界所供應的藝術中心 如果有公共地方 這個很可能令到這裡的交通更加勇逼 他們當初說不會在SOHO做大陸發展 但是不要這樣做 最後一位發表者 Darlene Lutz Darlene Lutz是我的姓名 我住了40年 我住了SOHO40年 在西南部 在這裡有兩年的時間 對我們來說壓力很大 對這裡的居民 因為我們感覺到我們一直都沒有機會發言 我們還沒有發言 說真的 我們相信社區董事局2 他們指出了 我們所有的那些理由 為什麼這個計劃 是應該被 被投反對 不應該進行下去 應該回去 找一個新的計劃 對所有人都是可行的 我 我在這裡就是很大的一個場 他一直是前十五年、十六年 他在那裡 這個重新物區 這個保持在一個空的地 除了那些人 前四年的時間 我會建議 可能因為這個社區的 法律顧問 要開始注意 一些 物業 譬如說 可以使用 作為開發的 在這裡 就在這個時候 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很感謝大家 請你們投反對票 多謝 多謝你的證詞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 還有幾個問答 我現在要宣佈下一組 我請求你去接受這個動議 首先呢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多謝 多謝你 我希望你可以聽到 Moya 和城市法律顧問 我是Meggy 我住在South Village 這裡有一個這樣的區 在Hudson Square 有很多這樣的娛樂的計劃 Souho都很好的 重新說他 就是把目標向我們指去 因為他們的FAR是12 沒有保證 沒有任何的保證 絕對一點都沒有 大家可以作證 完全沒有保證可以得到聯架屋 除了這些房屋的問題 這裡是19世紀的歷史地標 這是租約穩定的地點 這裡 這裡基本上是可以聯架的 你不用賺六萬四的 可以住在一個租約穩定的一個單元 你可以住在一個租約穩定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是沒有很多錢 收入 你可以住在那裡 但是這個重新說區 我們已經有這樣的建築 被那些國際的企業家 他們已經吸收了 你可以聯繫我 我想給大家多些細節 在這個宮廷會 大家知道這個區 有很多人 很多白人 我在這裡的創辦人 在2013年我一直支持這樣的聯架屋 我們是反對有些人 他之前建立的 就是說有十六個這樣的房屋 什麼這樣的brown stone屋 但是沒有聯架屋 所以我們是反對的 很多這樣的職員就說 對於唐人街這裡是很大的危害 有了這樣的開發 我想描述一下 這個是比較糟糕的情況 我要說一下 這個計劃它就是 根本是摧毀這個社區的 請大家投反對票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就是Sante Scadillo Joe Wodendall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Sante Scadillo 你如果聽到我 你可以接受解除正音的要求 你可以使用電話 你可以使用電話 按聲號6 好 好 等一下回來 J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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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我 我是不是已經被解除正音 大家可以給我指導 好 我是說 他們的開發商 是絕對不能被允許的 可以見這些地 對於這個Soho Noho 唐人街這些地方 都是很大的危害 已經存在的這些地方 他們是激勵 只不過是製造出來的漏洞 這個就好像一個聯盟 這個是紐約市來講 這個市長的這樣的計劃 就是一個磨板 他是想要更加多的地方 除了這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他都想創造這個磨板 然後把他想畫區 我勸理事會 反對想畫區的提議 多謝 多謝下一位發言人 Julie Finch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Hello 你可以聽到我說話嗎 可以 是 但是 我要開始我的視頻 OK 好 我和Donald Judd 結了婚 我們住在Springton Mercer街 在69 直到76 當我離開 離婚的時候 我養大我兩個小孩 然後呢 我當時是artist Broadway的總裁 我支持這個 最終的 Koopers Square 和其他人的計劃 我的子女 我可能已經說了 他今天都會說 都是發現 為什麼改變一個這樣的地區 非常之有獨特性的地區 我請求大家投反對票 我都是一個 Community Board 2的一個成員 我完全覺得很吃驚 他們是36對1 這個是名額性的投票 我都是投反對票 這個是騙的 他們騙贏的 去見什麼 聯家屋 全部都是騙贏的 他們要求我們 要為了多元性 這些 全部都是假的 這個是很骯髒的 這樣的政治 OK 多謝你 Susan Wittenberg 之後就會是Saintace Susan Wittenberg 現在是時間開始計算 Susan 你可不可以聽到我說話? 可以 我非常抱歉 我有些問題 在這裡 我有一個很困難的 可以登記的今天 在這裡 多謝你給我發現 即使已經這麼晚了 周圍一個長時間的 認證的藝術家 在這個中心地帶 他是絕對 不可以對這裡周邊的 那些 這是不可預計的 一個這樣的問題 因為很多這樣的 很多的 屋子都會被摧毀 有大的收入的人 可以進來 大型的 商店就會把那些小的餐館 小商店 全部擠出去 即使來到這裡 我都感到 我是一個普通人 這個計劃 完全是計劃好 然後呢 是反對 所有當地的全紐約市所建議的 這個地方呢 一直到 壓 都是 急著需要更多的聯家屋 可以保留這樣的規模 這個地方 這個計劃呢 是 將 貪婪呢 擴大 用多些時間 你回去看看你的這樣的畫版 作為一個這樣的藝術家 我也知道 這裡呢 絕對 是一個 為了貧窮人而計劃 你會重新計劃的 多謝你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位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Sante Scadillo 如果你聽到我們發言的話 請你解除正音 你可以使用電話 按聲號6 Sante 你可不可以聽到我們 當我們再回來 找他 這個就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我們遲些再想辦法回來 讓他發言 我們現在傳叫下一個小組 有些問題 是關乎到 Melodyne Winkle David Lowe Peter Phil 對不起 和Lila Robert 第一個發言人是Winkle 之後是Robert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Melodyne Winkle 你可以聽到我發言的話 我需要你按接受 聽到你的正詞 你可以使用一個手機這樣做 按聲號6 我們可以回來 Melodyne Winkle 這個小組 Melodyne Winkle 你可以解除你的正音嗎 Melodyne Winkle 可以聽到我們發言嗎 說話 Melodyne 下一位就是Peter Phil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 我是Kathleen Rowe 我是David Rose的太太 我的丈夫是一位藝術家 我是一個圖畫設計師 我們1970年就開始在那裡住 有三個法律 是租約的 第二個是Helms Building 我們被驅趕 是因為他放棄去賣其中一個單元 我們那時候是25年前 我說我不想再被驅逐了 我們去找我們可以買的這樣的建築 現在我聽到這些 我現在要說 很多人都已經在外面 Richard Moses 他一直都已經說到這個提議 這個不是關於聯家屋的 這個不是說要得到聯家屋 但是呢 會被大多數的已經存在的聯家屋的制成問題 受到壓力 這個問題其實呢 是說到會遠遠的過到的開發 那 我有一點點吃 我真的很吃驚 法律顧問 如果你看到這個問題 你如果不明白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讓它進行下去 因為我要說 這個簡直就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 那些創辦這個區的那些人 那些人來到這裡 那些人 我們都會相信民事權利 我們相信人民的公平的機會 這個是很好的區 你唯一需要问的就是要求大的开发,给他们的精英团队进来 我真的鼓励到你自己的良知,你的心,我是反对这些的,多谢 下一位发言人,Peter Felt,之后就是Leno 现在开始计算时间,我的名字叫Peter Felt,我是东区的租客 那么多谢大家听到这么多人发言,我都听到我自己的这个法律顾问Rivera 我是反对这里所说出来的Christmas Taylor被选 那我们这个反对,我是请求你考虑到这个这样的程序 我们需要更加多的真的这样的联架屋,但是很多开发商相信 有免费的资本根本对我们这个房屋危机没有帮助 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吸引,大型的这样的商业 都是会使一切变得更加差 我支持好的一个社区,和这个密度可以减换 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不能回去以前的,远程的这样的工作 是会保持很多房地产应该是为了联架屋而建的 那么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些工作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你住在我楼上,我住在你楼上 很多人在夏东区这里面对到很多这样的气候的转变 那1888年,SOHO当时是有LPC的,被摧毁 那么绝对对任何人是没有任何的福利 那么我们不需要将我们天空变黑 那么这个文化的遗产,为了这样赚到钱 这些是不可以属于联架的房屋 那样,只是会增加其他的开发商,他们的利润 和那些股东的利润 那样,这个商量的地方,唐人街, Lower East Side, East Village 我们要增加那些联架屋 我要求大家投反对票,重新开始你的计划 谢谢,下一个发言人,Bina Roberts 之后就是Zack Bernstein 之后就是Nathaline King Lena Roberts 现在开始计算时间 好,我是Lena Roberts 多谢大家留在这里听我的发言 我只是想将一切,就是说 以两分钟就解释出来 我在这个区1991年 我在这个重新华区的边缘 是一个租药稳定的公寓 我是反对这个重新华区 我请求大家投反对票 在这个30年来 我都是见到很极端的 很激进的改变 有很多元化的 这样的 这样的 有铺头的 有咖啡店的 有餐馆的 都变成不同了 我不是反对开发 但是这个规模呢 这个平方尺真的太大 这个超越了很多的区的目的 我相信重新华区应该是 以不同的这样的规模来进行 这个规模呢 只是帮助那些有钱的人 变得更加有钱的那些开发商 这一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很多因为疫情的人呢 他们的居住环境都变得更加差 那我还要再跳一下不同的部位 讨论一下 因为我想说一下重点 要作出这个辩论呢 这个重新华区呢 就是说联架屋 根本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 因为不是什么目标 比如说重新华区呢 你们是为了造那些高楼大厦 这样呢 给那些有钱人可以住进去 这样呢 会受到打击的那些人呢 在唐人街这个角落口 在重新开发的这个华区 这样我做了一些研究 真是不可自信 因为呢 Canel街和Center街 这一头 我完全是支持 百分之八的支持联架屋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华区的法律之下呢 我们有这样的规模呢 我是不投赞同的 我觉得呢 甚至乎是一半 我也不可以赞同的 特别是说到这样的高楼 好 多谢你 Zack Weinstein 下一位 之后呢 就是Madeleine Ginkle 现在开始计划时间 好的 我的话筒 行不行 好 Moy主席和其他的法律顾问 多谢你们 可以听到这里 好像马拉松的这样的听证 我的名字叫Zack Weinstein 我是这里的Community Task Force的一个这样的职员 我还要说一下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 公正的一个这样的纽约市 无论怎么样 上帝保佑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 就是说上上下下为了这个 这样的提案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们真实一点 因为呢 激进的这样的开发董事局 纽约这个激进的开发董事局 他们的梦想来的 这个是 因为呢 什么联架屋 全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这样的富有的 有钱的那些开发商 这个会是减少多元性 这个呢 是为了他们的商业的大楼 还有呢 会有很多的酒店出来 我要求大家投反对票 对于这个 他们是绝对不能增加多元性的 多谢 下一个发言人是 Madeline Ginkle Madeline Ginkle 你是不是可以发言 多谢你 时间现在开始计算 我可以看到你已经解除你的正音 你可以开始你的正词了 你可以开始你的正词了 好 不如我们去到下一个发言者 我们待会再试一下你 Sante Scadello 如果你可以听到我 我需要你接受这个解除正音的按钮 然后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机 你按声号6 就可以解除了 就可以开始发现 多谢 好 好 我们待会可以再回来 这两位 我们完成了这个小组 那些问答 这个小组 可以多谢你 下一个小组 麻烦 会包括 Alan Brunheim Daniel Cohen Sam Zerman 还有Kai Aranto 我们由Alan Brunheim 开始 时间现在开始计算 Alan Brunheim 谢谢 多谢 纽约市的理事员 还有这里的职工 我叫Alan 我是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个保护局的人 我觉得纽约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区 全世界是很著名的一个地方 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游客来这里 我觉得这个区真的很贵 和它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是完全匹配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噩梦来的 我觉得就是说 你见到很多这样的建筑就是说 那么高 你真的到处都看不到其他的影 那么我要说一下 这个SOHO这里重新说它是LPC 它有同样的这样 这个新的这样的开发 这个SOHO它是两百年的这样的开发 是真的很漂亮 这个是一个这样 这个SOHO下一个这样的历史地标 白人的地方 我说我在保护局这样的工作 我相信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我希望SOHO可以真正的创造那些联架屋 我知道这个重新说它会让SOHO变得更加好 大家可以更好的居住 我想见到那些高楼可以在那里走 我们想见到更加多的合法性将来 那么我有几句说话要说 我们应该就是说 减少那些商业的密度 减少那些开发 那么我们要看下更加多的这样的 这样的开发 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开发的 那么我们会继续努力 多谢大家 我劝你可以赞同这个重新华区 多谢你的正词 下一个发言人 Daniel Cohen 之后是Sam Zimmerman 现在开始计算时间 你现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们可以听到 我的名字叫Daniel Cohen 在一九五几年 我的爺爺 他在这里开发了 他投资了旅客房地产 是256西几多街 我的家人就直到现在 我这个滑区都一直是保护 这样的 防止了竞争 所以有些地方租很贵 不止正如纽约州的人 他们没讲到这样的理论 我们不喜欢的 事实上 我们大多数的家人都不住在纽约 感谢纽约市 这么好的 是阻碍那些新的大难 你如果想要竞争的话 我们可能要去其他地方 这个是不是很差的一件事呢 因为呢 我的爺爺Arthur 对于这个 不要停 不要 等我们投机者 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保护啊 这个 好吗 我们想收多点租 好吗 这样 或者会多点竞争日 好吗 请大家投反对票 我不想这里都过得到的 这样的开发 然后呢 染露peng sky 都是一个案例 多谢 我想大家投反对票 不要让他们再这样下去 好 多谢下一个发言者 下一个是Sam Zimmerman 之后是Kyle Danzo 现在开始计算时间 是 这个是Sam Zimmerman 大家可以听到我发言吗 我们可以听到你 多谢你 多谢你这个机会 多谢你给我的机会 我是Village的居民 CD1 我是支持SOHO的金松山 首先我想说一下 第一 这个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的 他会去到今晚7点钟 这样呢 我们不想就是说 隨便说 给大家知道什么数字 因为呢 很多人要作证 我自己也要作证 因为呢 我们都看了整天了 其实呢 我一直都是看的 这样呢 我看到呢 就是说有 百岭的这样的工作人员 打开这个电脑 然后看到大家 跟大家讲几句话 参与这里呢 就是说 可以 自使到很多人呢 他可以面对很多的这样的程序 这样呢 你会得到一个这样的 就是说 观点 很多人呢 就是说 这个提议书 对任何的这样的议程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有些人呢 是反对 这里我们所说的 但是呢 这里的优点 重新划区 是这个城市呢 是很需要新的这样的住屋 这样呢 他要適应很多搬来这里的人 这样 很久的时间 我们觉得呢 这里 纽约的有 威廉斯伯 Green Point Long Island City 有很多新的这样的居民 有很多想住在那里的这样的居民 SOHO CRAND HIGHTS BESDA 还有很久的 是住在那些地方的人都已经流离失所 所以 已经很久了 有钱人的这样的区 有好的工作 SOHO 他们那些房屋 所以我支持这个SOHO的这个重新划区 多谢 多谢你的正次 Kyle Danto 现在开始计算时间 好大家 感谢给我的机会这样发现 我不是有很多东西要说的 就不像其他人那样的 但是我想简单的说一下 SOHO和NOHO 就好了 紐約市大致上是不公平的 不是乱嫁的 是不可以持续的 不是按市场价的 所以SOHO和NOHO那些是不正常的 我要说 就好像我之前说的 77%的白人 其他23%是紐約市的其他人民 所以这里的 就是说 十万的这样的收入 要求 这个是给中等的收入 要多出一倍 这样 这个地方有900个这样的单元 这样 这个是为了分离所有人种 我们知道他们说这么多 我们应该不赞成他们的提议 这些可廉价屋 他们用这种分散主义力的方法 今晚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财务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 督促市政府提供更多低廉的租屋 为社区可以有机会拿到这些收入的低价的廉价屋 希望你们心里面记住 我们有一个住处的危机 来修补这个提议 多谢你的证言 这个是这个小组的最后一位发言者 现在没有问题 就可以等我说下一组的人 Raymond Klein Jeffrey Pressler Michael O'Mecky Mayor Judd 然后Judith Stone 时间现在开始了 多谢Mayor Judd 我是Raymond Judd 我们在这个社区 我在Rooster那个游乐园公园那里玩 我在Dance Terrier那里学舞 我由Tony Dapolito那里买我们的每日吃的饼 麵包 Jean Jacob 和夏东城的高速公路 因为他们的社区没有提高 没有猜测 希望我们这个社区不被猜测 我们68年买了一个大厦 2011年重新再装修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了成千件的这些铁色 这个历史保养小组 他们写了一封信 大家应该仔细的思考 我建议你们读他们的报告 和认真的考虑 这个全国性的 旧大厦的地标保留协会 反对这个的意思 请你们仔细去思考 最后我想说 多谢你们这么长的一天 请你们投票之前想清楚 多谢你将我带回Danseteria和Limley的夜总会 多谢你今天的证言 下一位证人 Judeth Stonehill 时间开始 好 你好 Judeth Stonehill是我姓名 SOHO的住居民 我代表Village Preservation Village保护小组 发表意见 我建议你们投反对票 SOHO NOHO唐人街的重新再改 建议规划 因为根本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的利益 没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这个很负担起的房屋单位 所以这个社区目前有很多低收入的和年长的和亚洲人和艺术家 如果这个计划是执行 可能会将很多小的生意的 将它们推出这个社区 会鼓励历史性的大厦被摧毁 建议这些贵的大厦 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负担得起的单位 这个提议会令到我们的社区更加有钱 更加集中 这些市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讲真话 没有讲这个重新再规划的影响 这些年长者、唐人街的住客 和这些艺术家会受到伤害 我们需要真正的可以负担得起的住处 我建议你投反对票 多谢你的证言 Raymond Klein 大家五岸 Raymond Klein 香港声明 这个Soho Noho的这个计划 其实是引誘我们去建议这些办公室 和这些贵的住处 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机会 这些可以负担起的住处单位 但是我们和社区的大家都合作 这些都是Mitcher Lama住客 和很多其他的这些居民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计划执行 它就会摧毁他们平时生活的这个模式 这个Soho Noho这个计划 必须要用另外一个计划来取代 去制造更多的真正的可以负担起的住处单位 尤其是Soho Noho隔离的那些地区 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 去有时间去看、去阅读 而不是说催趕逼他们 好 谢谢 你的声音刚刚有点听不清楚 但是希望你有被书面的证言 Jeffrey Casler 时间开始了 很好 孟安 紐约区�套会主席 我们强力反对重新计划 維護者你就是天使 如果你是支持這些負擔的這個房屋 那你也是天使 所以這個計劃不是天使是魔鬼 因為我們根本都不是為普通人的這些房屋 到底這個重新再安排規劃 到底是要為誰服務、為誰利益呢? 到底誰人的利益是受益呢? 其實大多數紐約市的人都不希望有建築大廈 他們不想要大盒的大的零售 去替代這些小的零售商 到底誰想要這樣支持這個計劃呢? 這個計劃的最邪惡的一面 這個計劃之後 這個歷史性的地區就會被毀壞 再說一次 到底最後的受益者 重新再規劃的是誰呢? 所以這個計劃是一個謊言 是一個欺詐 他們其實是想把紐約市摧毀 Michael McKee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位發言者 時間由現在開始了 Michael McKee 多謝主席 我和Doget Chanin和Varera 花了這麼多時間討論這個這麼重要的話題 我知道今天已經講了很久了 我也都將我的證言提高 當然要給我所說的兩分鐘之內的更多內容 但是我主要要說的是 對現在已經存在的這些租金限制 會受到攻擊、受到損害 我們覺得這個計劃會逼遷 因為他們要拆樓 所以這些逼遷、這些拆樓 我非常熟悉 因為我在這一行業做了51年 根據我的記憶 起碼有整六組的這些居民 面對逼遷、面對猜測 每一次這些猜測 都是這些居民他們的都是失敗 這六組我所有經驗的這些逼遷 所以我鼓勵你們投反對票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而2019年的這個所謂的租金改、遷改 不會阻止、停止這些逼遷和改建的 這是不足夠的 這個社區需要更新的地區遷改 我們也需要可負擔起的住屋單位 所以我建議 我強力的建議 投反對票 因為這個計劃不是正確的計劃 明年我們可以用明年的時間來再討論 多謝Michael 你今天的證言 想有個通告 如果有任何人想以書面的方式遞交他們的證言 也可以這樣做 Land Use Testimony是我的電郵地址 council.nyc.gov Land Use 這是我們的電郵地址 如果你想書面遞交你的證言 這個小組的最後有發現者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就叫下一組的證人 Yuki Bota Yuki Bota Steven Wata Eandy Hanta Andy Hanta Andy Hanta Fred Dona Time starts 時間會起了 I'm sorry, Chair I think the next panel I spoke 我想我說錯了下一個小組是 Chris Delgough Chris Olaga Ricobono Catherine Haplin And Jason Sakai Chris Delgough And Chris Delgough And Dick Bono 時刻開始 一下 trustworthy 可是 consists 是 Ricobono Ricobono 多謝了 給我機會作證 我今天也是沒有看到其他的作證 但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說過這一點 最近Cleanse紐約這個報紙又寫了一篇報導 反對SOHO的重新再改 對我來說 根本是不用想的 這是紐約市的一個寶石 就是SOHO 為什麼這麼多旅遊遊客來紐約市 就是因為他們想去SOHO 歐洲的遊客 他們最近可以找他們進來 相信我啦 他們會去SOHO的 我想你重新再想像SOHO 我不覺得這個需要重新再想像SOHO 一個代表性的地區 很獨特的 在全世界的電影報紙都看到過的 我知道我們需要一個可負擔的住宅 但是我覺得這個計劃根本沒有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這些大廈 其他的大廈可以改裝成為住宅區 SOHO它的功能 它的運作 如果你去摧毀這樣是很不合理的 根本完全不合邏輯繼續批准這個計劃 我覺得我們應該重用力提高廉價的屋子 包括民鐵屋 包括民鐵屋 包括民鐵屋的附近 或者不是SOHO 但是不應該是SOHO 來改這個不合理的改這個社區 我覺得大家好好想清楚啦 然後投反對票啦 多謝 下一個營光者 卡蒂蘭 卡蒂蘭 時間開始 你好 卡蒂蘭 卡蒂蘭 我以紐約住客 以及建築師的身份來作證 我是紐約的 我希望投反對票 當然提供廉價屋是一個公共的好的工作 但是影響這個歷史性的社區 會將低收入 和唐人街和SOHO的這些低收入的房屋摧毀 而且沒有擔保會提供更多的兜收入 或者是負擔得起的房屋 一個公平的社區需要一個更加全面性的政策 這個今天的計劃呢 會以後重新再計劃 做一個負面的例子 紐約市和地產商 而且這個是一個好的 如果我沒有改變這些大廈 是一個好的收入的來源 或者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 或者我們對抗天氣的轉變 其實這個計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為了賺一個臨時快的錢 眼光非常合襲 所以我們應該剛剛做相反的事情 將這個社區的真正的價值和人的價值考慮進去 謝謝你 謝謝你的證言 下一個是Jason Sakai 然後是Christopher Dawghoff Jason Sakai 時間開始 你把你的聲音打開了 五眼五安 Jason Sakai 我是LOPC的律師 我們是專門處理這些 紐約的重新再計劃和房地產這方面的生意 Noho & Soko 我現在用我的堅決反對 這個Noho & Soko Plan 因為首先手續反對 因為他們沒有根據市政府的規短 因為市計劃處沒有給公眾所需要的通過驗檢的認證 最近我們提了這個 這個長生計劃也都是因為它的內容 也都是應該得到反對的 比如說這個計劃根本不會提供任何的低廉房屋 不要相信他們的假的擔保 他們不會提供低廉格的房屋 相反的他們會製造更多的這些坑道 雖然有很多社區提供一些不同的提議 可以允許他們沒有接受 沒有在這個區改的計劃裡面去包容包納、容納 現在如果建造這個計劃 會將這個地區變成大的零售商 這些合裝的零售商 將這些小生意和藝術家迫遷驅趕 這個計劃也沒有任何的計劃去保護這些地標和歷史性的大廈 LPC根本都沒有被接納他們的意見 像很多其他小組的建議 我們建議也是投反對票 謝謝 Dolagov先生 Chris Dogov 你如果聽到 你可以接受我們的禁音 刪除禁音的要求 到來說就是血 traveled 真的覺得消問題 只可以給他們提放 但是說 這個人好不罷了 東西欣申能力 好像沒反應 這個小組就結束了 都沒問題 現在叫下一組 包括Fred Donner, Yuki Ota, Stephen Wawanta, Rob Pujimbo, Fred Donner, Fred Donner,先發言 你好,Fred Donner是個姓名,我是SOHO場市的租客 我們代表這個co-op,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Ratner,程洛將village由一個重新再更新 他將時計劃將歷史性的大廈猜測 他將發展商寫了一封信 他將這個公開這個計劃就死了 所以如果沒有這麼封封說 我們就不會有今天的village 所以我說這個故事主要就是影響No Ho Soho這個計劃 所以這個計劃是依賴這個謊言 這個是發展商的瘋狂的搶地的結果 因為他們可以賺到高的利潤 我想當然今天他們或者是有好的態度 但是你不可以否定他們所說的東西是一樣的 因為我知道在SOHO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收到一些發展商 叫他們支持他們的立場 當然如果你不想你有好消息 Prisker這個建築式的獎勵 被Sell去建造一些可負擔起的住屋 今天把這個計劃送回去 叫很多這些建築師去爭取 請你把這個否定投反對票 因為這個計劃不是真實的 不誠實 Yuki Flota 時間可以開始 五安 聽到嗎? 聽到 謝謝 是SOHO長時間的租客 我們是一個非營利的機構 為SOHO 我提議你反對SOHO NOHO的這個計劃 這個SOHO其實是一些藝術家仍然住的社區 而不是它好像那些發展商所說的 所形容的 這是一個我們有很多這些生鐵的建築 如果這個計劃呢 會將SOHO和NOHO的這些藝術家 將它們逼遷 而且會影響很多 紐約士州的這些地標的大廈 而且這個計劃不會提供任何一個可以負擔起的單位 這個組織有很多社區和居民小組 所以我覺得這個計劃不會提供可以負擔起的房屋 我建議你投反對票和支持我們的社區 多謝 勞勞勞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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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樓道結婚和撫養我的兒女 兩個女兒都在紐約市上公共學校 我今天在Zoom 因為我和我的同事在SOHO這裡工作 我們應該去研究怎樣去提供建造更多低廉的公寓 而不是說去推展這個計劃 因為這樣會變成更多的... 這個不是什麼聯架屋 這個計劃是看過 已經被禁止過 因為這些對很多人應該屬於... 很多次會議都已經說過了 這個是侮辱民眾的 過渡的開發、發揮的土地 除了這一點 他還侮辱民眾 另外一點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是有很好的新聞發佈 JLWQ的問題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完全講到困難的情境 如果你對這個社區就好像我們這個Chris Monti所說的 請投票在下一個這樣的一期 更加可以為民眾考慮到他們的方式 請大家為了這個房地產的這樣的利益 現在時間開始 我太太會接手 嗨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在這裡這麼久 我想感謝我們當選的他們很多的政辭 Karenine Rivera 以及 Christopher Marte 和我們在一起 我想感謝大家 這些政辭 我很感謝這個小組在這裡 我都是要建議大家 我勸大家投反對票 我花了很多個小時 直到這個時候 這個會議真是 目前來講是最好的一個這樣的會議 是非常好 真是很好的 我都一直在這裡聽 不是我有這麼多時間 是因為我關心 因為在現在這樣的情況 在這個區 我是盡量去為了自己向前走 為了更加多元化 更加人的這樣的權利 對於那些就是說 很多人沒有權利得到一些房屋的人 他們要得到更多的聯嫁屋 所以你們所說的聯嫁屋意義是很不同的 我還相信 我們應該有很多很好的這樣的計劃 對於我們的藝術家 對於這裡 我在這裡從事了四十幾年 1977年 我從來沒離開過這個地區 這個家庭 我一直在一個租約控制的公室裡面 住在這個公園裡面 是沒有CFO 因為我們沒有AIL的這樣的狀況 在這裡的一個投訴 就是大家要謹慎 就是他不是一個會議裡面所說到的 好時間已經到 下一個我們要聽到Derek Goff 下一個發言人 現在時間開始 我們可以聽到 請接受這個解除正音的要求 請接受這個解除正音的要求 你就可以開始 我們可以見到你 但是你只需要解除正音 好 行了 有一點點錯誤 我可以講一下 有些紐約人 有一些歷史 在以前他們要團結一次 關乎到他們這個想劃區的 要摧毀這個區的 對很多人來說 這些都是我們要參考一下歷史的 重新劃區 他們的目標就是 將很多當地的和聯邦的歷史地標 產生的危害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那些地標是需要受到保護 州和聯邦的指令 指定 他們是有那些抵稅的優勢 我們當地的地標 當政府的領袖 他們雖然明白要保護我們這些地方 但是我們當地這樣的地標 沒有真正的 可以講到這個委員會要討論 這個是摧毀性的 這些這樣的地標 對我們來說 作為一個長期的這樣的監督人員 這個是我觀察到的 這個政府部門一直都現在慢慢沒有做到這一點 他們是沒有適當的考慮到平民 他正在傷害紐約市的那些居民 好 這個重新劃區 地標 還有這些這樣的地區 這些人覺得是可以受到保護的 好 好 時間到 下一個發言人 這個小組 這個小組 好 我要講一下這個下一個小組宣佈之前 法律顧問秦 他可以接受正如這樣的聽證 多謝 多謝Rivera 請願 我要離開一陣 我們可以繼續對於這個這樣的聽證 下一個 Robert Kierkowski Billy Cohen Cernet Michael Henry Adams Robert Kierkowski 我們可以開始講先 現在開始計時 我的名字叫Robert Kierkowski 我是一個設計師 我很喜歡紐約市 曼哈頓 包括很多的 很多很漂亮的紐約市的地方 有些人就是很努力 很多很多這樣的社區的人 這個是紐約市是最好的這個城市 全世界來說 我希望大家一頭反對 因為這個華區是受到這個政府這樣帶頭 使這個地方當地的人根本得不到這樣的喘氣 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有這樣的聯架屋可以製造出來 這個是一個全球重要的一個城市來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這個城市的大樓 這個購買的房屋變得很貴 我們覺得這個根本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它是別人根本是一條 Map 只是附近 tryin房屋 這裏有很多麻煩我們要探討 正音作 Pierkowski先生,你被靜音了 Robert Pierkowski,我們留了你最後的幾秒證詞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不覺意的情況下被靜音了 我相信我希望大家去找到一個更加好的方案 因為這個不是很好的一個做法 多謝你們的時間,今晚多謝大家的這樣的證詞 而下一個發言人,下一個發言人是Billy Cohen 之後就是Sherry Paulson 你們可以聽聽我的發言嗎? 可以,可以 這個很明顯是另外一個給開發商可以繼續這樣的趨勢 這個是開發商所使用的 因為很多的證詞,講到The Blasier 這個市長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聽不到 我們一直說 由前一兩年,社區董事局一直是本身有的權力 現在就很大大的縮小 這些所做的,你們這些所做的 影響到我們這裡的這樣的創作力 他們所說的,所稱的這個亂架屋一直都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裡有綜合的這樣的計劃,城市的計劃人 譬如說Hassen Yard 是一個巨大的這樣的,有巨大的空間 本身是一個很美的購物的一個地方 它是為了這個城市可以邊緣化購物 即是說邊緣化這樣的購物商場 聯架屋和Hassen Yard的這樣的漂亮的地方 在哪裡呢? 因為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被你們奪去了 紐約的漂亮都被你們奪走了 他們的這樣的特徵都被你們奪走了 這個是很慚愧的一件事,你們不覺得嗎? 這樣是最大的這樣的僱主 沒有幫到他們這些人 那些暴動,夏天的這樣的暴動 全部都是圍著那些板 有些人被打劫,你們有做到些什麼? 這樣的新冠病毒都是 這個紐約市的工作人員的心 紐約州的人,他們的一切 因為綠化的這樣的空間,空中的那些空間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水渠是不可以排出這麼多的水 甚至乎用納不到 你可以開始你的正式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是Sherna Paulson 之是Michael Bent 好,時間現在開始 我的名字叫Sherna Paulson 我是前AI的Lemma Prohibition 我今天作證是為了這個設計的個人 在很多年的這樣的經驗我做了 很多這樣的很累的這樣的設計 我只是反對這個滑區這個提案 我們不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 因為你們很多錯流漏洞 這裡有很多問題 因為譬如說房屋這樣缺陷 很多缺陷 這個社區、這個理事會成員 很多當選的這樣的官員 花了很多的時間 想要作出公共的目標 要設立那些是一個什麼 為了這個歷史的建地要保護到 還有為了將來這樣的彈性 不用有很長的這樣的檢查 但是這裡沒有講到這樣的目標 還有它要麻痺周圍的這樣的環境 就使用到賣稅 可以允許這樣的開發 對不起,這個聲音有一點點炸 聽不到很多很多的這樣的靜電 這裡有靜電,聽不到對方說話 對不起 這裡找到可以允許的FAR 我們可以說到這個可以適應這樣的區 我再次鼓勵大家 Richard,多謝你 多謝你提供這麼多時間給我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將會是Michael Henry Adams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好我們請你接受發言 讓我們首先進到這個選擇 哎呀 請你接受到他發言 請你接受到他發言 按開 那個證音 好,抱歉,我們歷史的美麗和遺產 從來都沒有以前的前者所做出的努力 現在是不符合比例,因為你們要求的 我們的地標將要被摧毀 我們是為了要保護當地的這樣的房屋 為了這個抵稅和城市,我們想要這樣可持續 我們是不是不可以有更加多的聯家屋 為什麼一定要開發高樓呢? 除了這些,我們被分離,因為受到社會等級被分離 因為大家毀壞電面房屋,而且這裡完全是不公平的 房租控制呢? 房租控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1936年已經說過 很多人說過度的雍劑對於這些房屋 就像大家所說的 大家沒有得到真正的答案 多謝你的這樣的正辭 下一個發言人 Madam Chair 這個是這個小組的最後一個發言人 主席、女士 下一個發言人呢? 下一個是Margaret Brace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Margaret Bracey 如果你可以聽聽我的發言 是的 我的名字叫Margaret Bracey 我是建議重新華區有20年了 我在這裡支持這個計劃 重新華區對於歷史的地區 樓上就是住宅的樓下就是商業的零售 我不支持的對於這個計劃的一部分 還有這個提議書就是要收那個住客 10萬元如果到了某點 我們都是很小心的那些藝術家 我們很願意提供這些 我們也要提供的 這個是懲罰性的 不可以提供這些服務 真正的要廢除這一點 所以現在這樣對於這個地方的保護 還有人民健康SOHO那些人 從來沒有這樣做 前四十年來講 我們是給了很大的這樣的稅量 我們給了幾千萬成億的這樣的錢 去穩定這個地方 這個人行度要維持到這個地方很漂亮 這樣紐約市可以繼續可以收到稅 更加多的遊客可以來到這裡 SOHO和NOHO 大致上我們給了很多的 就是說幾多幾多平方尺的那些稅 這個真的大家沒有想到的 我認為我們突然是這個提議的立法 Margaret Chen所提議的 一萬五千元的懲罰性的稅 還有二萬五千元 第二次犯這個更加大的數字 你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住在這裡的那些人 根本沒有可能可以花得起這些錢 百分之九十九的那些藝術家 從來都不可以維持到這些大樓 我們相信我們應該有一個妥協 我們願意為了上華區 我們可以增加多些這樣的房屋 包容性的房屋 支持藝術家 但是要給錢可以有權利在這裡住 大家已經給了很多錢 已經給了很多很多錢 這些簡單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我1977年就在這裡 很多人就在這裡 是更加大歲數的 他們唯一的退休的依靠就在這裡 25萬的錢對他們來說 他們擁有二十三十年的時間 逼著出售他們這個地方妥協 我們願意看到上華區 但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 為了同意一些比較低的或者沒有那麼貴的 妥協這些問題 但是解決這個什麼幾百元幾千元的懲罰稅 給我們一個條件是更加合理的 必須是合法的 好嗎?感謝你 感謝你的證詞 我會支持你所說的 請你重新代交你的這樣的證詞 下一位發言 我相信這個是最後一位小組的發言人 下一個小組 好 Susan Stolt Michelle Campo Vincent Tao 第一個發言人就是Michelle Henry 時間現在開始計算 好 你可以聽到我說話嗎? 今天我只是想聽到這個計劃 我搜集了所有的工、聽、會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很混亂 因為我是一個1949年就在那裡居住的一個住客 我是一個老人家 其中一點我發現 我想要大家知道五個這樣區的人 我是老人家 想要我適應這些新的法律 我想警戒大家 我是做不到 因為這些法律 要給這些什麼稅的費用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作為這些租客要給這些高稅額 這個是很混亂的 這裡沒有任何的定義 我覺得是真正的可以為我做到些什麼 我不停地這樣去鬥爭 鬥爭一次又一次 老人家、藝術家 我所有 就是說 我有我的配偶 我有兩個組織 我要參與所有的這樣區 有年輕的人 這些 所有的這些工作 我不可以有 我的思想不可以專注 因為有法律的這樣的問題 那些市長的計劃現在是太過開放式的 所以產生了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以前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年輕的時候 但現在我想要專注的就是 我是老人家 我還有機會 我想為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些 我是希望大家拒絕他們的提議 這個是對老人家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很混亂的 所以他們被告知 他們的家人 其中一個藝術家 譬如說要搬到一個老人家的住處 他們還有家人要付錢的 要付這些費用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程序 這個是我們可以使用的 這個是我們可以使用的 我們是老人家來的 多謝大家 多謝你的證詞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是Vincent Chao 現在開始計算時間 HELLO HELLO 這個TAC TAC TAC 我是不是叫TAC FINE 我是WASHINGTON STREET ADVOCACY GROUP的一個總裁 就是為了聯家屋 和保護這個小區的 很多人都說 他們不支持聯家屋 很自私 但是HELLO 在Mahattan 下Mahattan 那些人 在前幾年都一直為了 前世紀保護 Como Larry 要維護那個豪華公寓 這個城市 紐約州的辦公署 去最高化這個地方 為了聯邦的政府 他想要這些發生 這樣這個市長 為了整個重新畫區做出更多的聯家屋 對不對 那麼 李氏會成員 有沒有 他講到 這個地標的這樣的維護 這個整年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地標 要面對這樣的場地 講到這個場地 影響到這樣的六十個這樣的位置 這裏影響到很多的 就是說全國的這樣的所受到保護的地標 不只是所預期的這些場地 但是幾千整萬個這樣的歷史地標 要維護 這個將會是摧毀性的 這樣地標 他們沒有做到什麼 不可以被假斷去保護這些這樣的 因為這些政治的控制 我們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們需要一個很強的LPC 我們需要他們洩入這件事 要不然這個計劃 將會摧毀紐約州 和全世界的一個傳統 下一個發言人 下一個發言人是Vincent Chow 之後是Michelle Campbell Vincent Chow 對不起,現在開始 Hi everyone 我代表所有838的所有租客 他是反對這個LUHO的這樣的恐懼計劃 這個計劃是非常明顯的 只是幫一些大的地主和地場海發商賺錢 所以如果在這個地方進行 會使用很多這樣的租客 還住在這個社區的人 會被迫遷 不理是不是租金問題 還是高中的那些大樓 這些業主都是使用很多這樣的極端的手段 所以我們身受其害 現在我們真的要出來這樣的發聲 所以我參加這樣的會議 即使我站在這裡十幾個小時 我們的計劃是要幫助他們做地產的買賣 我們自己是做地產買賣 但是這裡我們都受到很大的風險 因為你們鼓勵他們這些地產的開發商 住在這裡附近的人多多少少 很多人都會受到迫遷 這些地主的開發商 他們只是想賺錢 他們只是想著我怎麼可以賺到更加多的錢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是租金穩定的房屋 這些是由哪裡來的 哪裡可以來這麼多的錢去打官司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嚴峻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個問題要停止 停止幫助這些開發商賺錢 立刻要停下這個統改的這樣的計劃 多謝 我想我們有一位翻譯 是的 是 是不是有翻譯呢 有沒有翻譯可以幫這位證人 他剛剛用國語作證 你是不是可以為我們翻譯呢 聽到嗎 我代表8385這個地方的居民 我們認為這個SOHO NOHO這個計劃呢 其實是幫助這些地產發展商去賺錢 這個對這個地區的居民是一個惡夢 尤其是低租金的住客 這個計劃 如果這個計劃執行 就有很多逼市 很多逼遷很多租客 搬來 要逼遷 變成很多法律 法庭的案件 那麼這些這麼多的低收入的這些家庭 哪有這麼多錢去打官司 還有我們希望呢 你就 反對 投反對票 好了 下一個證人 請便說 不是 我會看 我聽到嗎 我聽到嗎 我是Burrier Alliance的主席 我都參加了所有Soho Noho的新的計劃 我應該可以以這個混亂來形容這個情況 我自從1971年就住在我這個North這裏 我現在知道我們的市長就快去卸任 但是這麼急著要辦這件事 他已經是一個不受尊敬的公共政治家 他已經作出一些不正確的決定 阻塞這些交通、這些餐館 最近這個Doris Dito的國勢 他為我們大眾爭取、謀取利益 目前的這個計劃是有史以來對這個低收入和這個社區摧毀的一件事 尤其是對低收入社區這個計劃很不幸運的 這些計劃包括將這些文化和建築的摧毀 當然我百分之一百贊成低價的房屋 但是這個計劃完全沒有辦法滿足這樣的要求 這個是一個假的陰謀 是這些地產商所支持的 我可不可以繼續 我覺得會迫遷很多很多的人 我覺得這個現在的計劃等於是以前歷史 糾約的這個以前的歷史的市長 Robert Moses 這個計劃絕對不會為我們爭取到這些 可負擔起住屋單位的計劃 這個小組是最後一位發言人 現在如果評估小組沒有問題 D.Shang Lin 下一組 和Sinthia Jagen D.Shang Lin 時間現在開始了 大家好 大家好 Jason是我的姓名 我是唐仁街工作人員委員會的委員 我現在說No Ho Soho 唐仁街重新制規劃、計劃 有意見 這個對我們的社區的一個侮辱 以為我們很廉價的接受所謂的低收入住屋可以買我們的支持 其實這個計劃只是把這些房屋給一些幸運的幾個人 所以其實這個真正的目的是唐仁街區位分裂 為什麼要迫遷在2008年 黑、白、黃人 大家都住在一起 彼此繁榮 希望看到我們彼此分隔分離 迫遷 用這個假議題提供低收低負擔房屋 這個假的承諾 我覺得非常 他應該明白這個是一個恥辱的 我們絕對反對這個重新再規劃 No Ho Soho 唐仁街的這個計劃 下一位是Cynthia Chapin 下一位是Cynthia Chapin 時間現在開始 Cynthia Chapin準備好 你就可以接受這個打開你的按音的要求 可以按聲聲錄 聽到嗎?Cynthia Chapin 你好 當時我沒有計劃 其實我沒有計劃發言 因為大家 都已經表達他們反對這個計劃 也都講清楚這些理由很多次了 但是有一件事 我想沒有人提到 我沒有聽到有人提出 我們的行人道太狹窄了 沒有足夠的空間 給適當的人流 這個計劃也都不會幫助這一點 要將Fashion Night 就是服裝日要取消 或者你都記得 為了這個服裝日 他們把整條街 街坊都關閉 所以有更多的這些酒店 辦公室 可能並沒有辦法幫到 並不是一個令到我們城市更好的一個事情 對不起我沒有準備得很充分 但是我只是想提到這幾點 還有沒有公眾要為Sohonoho這個計劃做表達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有人要表達意見請你舉手 我等幾分鐘 等大家 等大家 我看給大家 感谢 除非 我 回去 照片 都 那既然沒有公眾要求作證 好了 既然公眾沒有人要作證了 請來考慮SOHO NOHO的這個計劃C-210422 法案ZMMN-210433C 這個提議公眾聽證會現在結束 我只是想感謝大家今天來作證的所有人 好 多謝大家的表達和發言和建議 還有沒有任何人沒有點名字呢? 已經沒有人去... 我結束之前你有沒有要表達發言呢? Blavera議員沒有啦 我只想多謝大家這個委員會 當然社區委員 多謝社區委員Chin 當然你是一個很容易合作的人 多謝大家 這麼長的聽證會 今天到此結束了 我想提醒如果有任何人要提供證言 請你用電郵的方式寄給 Land Use Testimony Council.nyc.gov 再次多謝公眾 我的同事 小組專組 小組專組委員 還有員工 還有發警 參加我們今天的聽證會 今天聽證會到此結束 W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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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